第四百四十五章让萧锦岩高兴的一句话 宝宝们周遂抓周 一 沈初威道 就在街上认识的 怎么了 萧锦 严臣深问 你为何没有与本宫说起过 沈初威疑惑地问 就路上碰见一个人 为什么要与殿下说 萧锦岩见他说得理所当然 皱了皱眉 你瞧那君无羡慕衣着打扮 样样是贵公子的打扮 哪里却你一定银子 一看便知有所图谋 萧锦岩面若冰霜 可每次与她说话 还是有些温柔的 今日这么凶 让沈初威愣了一会 臣妾还记得当时 她想要我手上的糖葫芦来住 一个大男人连冰糖葫芦都买不起 可不就是没银子吗 萧锦岩追问 你给了 沈初威摇摇头 臣妾带回来给殿下了 殿下还嫌弃糖葫芦太甜来住 萧锦岩闻言心里好受了一些 还知道带回来给她吃 可是 她有嫌弃过糖葫芦太甜吗 本宫瞧着那个君无羡慕 接近你与徐策飞 目的不单纯 沈初威提醒到 臣妾才见过君无羡两次 能有什么目的 萧锦岩挑眉 你不信本宫 沈初威 臣妾当然相信殿下 萧锦岩这才露出满意的表情 今日见徐策飞的反应 总感觉徐策飞与君无羡慕 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瞧着她那依依不舍的样子 应该是认识很久了 还有那君无羡的眼神 总觉得在哪里看过 萧锦岩沉思许久 未能想明白 低头是发现 萧九趴在自己腿上睡住了 真真是吃饱喝足便是睡 萧锦岩为她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 瞧着她熟睡的模样 心里净生出一抹安心 抵达皇宫是隔天上午 沈初威一回到东宫 立刻松开萧锦岩的手 一路跑进和欢殿 萧锦岩瞧小九那迫不及待的模样 不过数日未见 便如此想念 想她领兵出征半年时间 她归心四见 也没见她如此迫不及待 想见她 她还不如两个娃 萧锦岩越想越心酸 此时 两个小家伙正扶住围栏 试图往外爬 宝贝们 你们的娘亲回来了 沈初威一声亲热的呼唤 成功将正要翻围栏的两个小家伙 注意力给吸引过来 即便好几日没见 他们也认识沈初威 苏苏高兴地伸手要抱抱 妈妈 妈妈 沈初威抱起女儿 在她粉嫩嫩的脸颊上 巴基就是一口 苏苏宝贝 苏苏高兴地手舞足蹈 紧紧搂着沈初威的脖子 高兴时 笑弯了眉眼 萧锦岩进来时 便瞧见这一幕 她眼底涌上一股暖意 瞧见桃桃正抬着小脑袋 瞧着沈初威与苏苏 她走过去 将桃桃也抱起来 巴巴 巴巴 桃桃高兴地直喊巴巴 萧锦岩瞧住儿子高兴的模样 忽然想到自己小时候 应该也有这么开心过 奶娘们站在一旁 瞧着也跟住笑 小主子们瞧见殿下 与太子妃很高兴的 萧锦岩抬头望向奶娘们 本宫与太子妃不在宫里 他们可有哭闹 回殿下的话 小主子们很乖 并未哭闹 不过 殿下与太子妃回来 小主子们更高兴 奶娘笑着回道 沈初威闻言 瞧着苏苏 搂住自己的脖子不撒手 那年人的样子 应该是几日没见太像她了 几日不见 苏苏这般想我 果然是我的小棉袄 萧锦岩微微勾起唇角 她听过小棉袄 小马甲 前世的小情人 她还是头次从小九嘴里知道 自己的儿女有这么多称呼 名字也有趣的紧 离宫几日 堆积了不少公物 萧锦岩抱了一会淘淘 便离开了和欢店 这时 雪团叼着同好的小白 从屋外走进来 同样都是通体雪白 走来时立刻吸引了苏苏和桃桃的目光 雪团将小白叼到苏苏面前 一松嘴 小白就掉下来 来到陌生的地方 小白吓得没敢动 苏苏伸手一把抓住小白的尾巴 将她拖到自己面前 然后一把抱住 小白哪里受过这么热情的拥抱 意识之间有些猛逼地看住对面的雪团 若会说话 可能会嚎上一嗓子 大哥救我 春喜自从知道小白是老虎后 每日都提心吊胆的 主子 小白可是第一次见苏苏 万一把苏苏抓伤了可怎么办 审出微淡定地喝住茶 放心 小白不会伤宝宝的 春喜闻言瞧着苏苏抱住小白 每次看见小白张嘴 她就吓到不行 几次后 小白都没有咬苏苏 这才放下心来 长良苑得知殿下回来 便带着亲自做的糕点送到书房 萧锦言正在批阅奏折 长良苑缓步走进来 朝萧锦言服了服身 殿下万福金安 萧锦言抬头扫了一眼长良苑 长良苑来有什么事吗 长 良苑提着石盒走过来放在书案上 打开石盒 取出里面的糕点放在书案上 殿下 臣妾亲自做了糕点 您尝尝 萧锦言头也不抬得到 下次不用亲自跑一趟 让婢女送过来便可 长良苑文言心里有些不满 可又能表现出来 只是温声道 臣妾许久未见殿下 正好过来给殿下请安萧 锦言抬起头 拿一本奏折继续看 淡淡地开口 听说长良苑常去黄奶奶那边敬笑 长良苑暗自高兴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萧锦言居然注意到了她 应该想她是一个十分有孝心的人 臣妾喜欢与黄奶奶说话聊天 闲着也闲着 正好每日过去瞧瞧 本宫整天忙碌公务 没有时间去看望黄奶奶 那就有劳长良苑代替本宫多陪陪黄奶奶 替本宫敬笑萧锦言说到这里顿了顿 继续说 听闻黄奶奶喜欢金刚精 你替本宫抄一份送给黄奶奶长良苑文言 脸色有些不好看 居然让她抄写金刚精 还每日多陪陪太后 萧锦言挑眉带着怒意 怎么 不愿意 长良苑垂下眼帘 即便再不高兴 也只能点头硬了 能为殿下敬笑 臣妾自然是愿意的 萧锦言收回视线 那就去吧 是殿下长良苑退出书房 带出了书房 长良苑气到不行 又没发泄的地方 只能回自己新兰殿发脾气 好不容易抄好了金刚精 送到太后那里 又赶上雨雪天气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抄好的经纹全滚落进水里 墨韵染开来 字不成字 怀乡上前扶起长良苑 担忧地道 小主 您没事吧 长良苑盯着水里写满字的纸 越想越不甘心 又不得不回去继续抄写 回到新兰殿 长良苑发了好一通脾气 地上一片狼藉 长良苑的发病也乱了几分 早就没了往日的温柔优雅的形象 萧锦波的婚事一直拖着梅定 转眼间迎来宝宝们一岁的生辰 皇帝高兴 大百言习 文武百官一一到场祝贺 两个小家伙已经会走路了 稍不留神 就会走出去 让你好找 宫里因为周岁燕 忙里忙外 沈初威却一直惦记着吃宴席 春喜一路跑进来 喘着气道 主子 苏苏不见了 沈初威正在给宝宝们准备生辰礼物 听到宝贝不见了 不由得有些助级 怎么会不见了 春喜道 奴婢刚进去 给苏苏穿新衣裳 床上没瞧见苏苏 奶娘们已经去找了 第446章苏皮 独闯金鸾殿 龙凤双包抓周 二 金鸾殿内 皇帝高坐在龙椅之上 听着下面阎官激烈争辩半个时辰 头疼不已 今日可是苏苏的周岁燕 一群没眼力价的官员 这不是拖延下潮的时间吗 就在阎官们你一言我一语 没完没有聊的时候 皇帝怒派龙案 吓得阎官们抖了抖 大气都不敢出 金鸾殿外 单臂上趴着一只小小的粉色身影 头上扎着两个小啾啾 啾啾上面挂着两只白色的小毛球 正用他那灵活的四肢往上趴着 苏苏自从会走路后 小小的和欢殿已经关不住他了 雪团带着他 不对 是他带着雪团来到金鸾殿 一路畅通无阻 因为整个皇宫里的人都知道 苏苏是皇帝的心肝宝贝 去哪里都可以随意出入 禁卫军们瞧着小祖宗爬上百步梯 魂都吓飞了 要不要把小祖宗抱上去 万一祖宗哭了怎么办 苏苏不认声 不代表谁都可以抱他 上次也是他们几个当差 看见小祖宗从东宫里跑出来 他们上前抱他 试图将他送回去 结果小祖宗哭得稀里哗啦 小白和雪团一直跟住苏苏身后 生怕小祖宗一不小心踩空了 他们也好接住他 苏苏爬上来后 小手拍了拍膝盖 迈着两只小短腿 便往金鸾店内走去 小白刚迈步两步 便被雪团给拦住 小白四个月了 体型是雪团的两倍 不知雪团一个眼神 小白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他不能跟住小祖宗进去 苏苏两只白嫩嫩的小手扶住门框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一屋子的人瞧 直到看见龙椅上的黄爷爷 他才露出笑脸 迈着小短腿跨过门槛进去 金鸾店内 静悄悄的 苏苏一手抓着棉符上的小毛球 一边走一边好奇地 打量住左右两旁的大臣 大臣们各个低眉脸目 瞥见店中央有一道小小的身影 正一步一晃地走过来 皇帝的心肝宝贝孙女 三月大的时候就抱着玉玺丸 谁不认识 金鸾店可是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 即便在受宠怎么能随意出入 皇帝正在圣怒当中 皇孙女儿来得不是时候 苏苏不知道文武百官的想法 他歪住脑袋 好奇地看住大人们低头不语 在看龙椅上的黄爷爷 他高兴地小跑过去 李公公瞧见苏苏 急忙提醒皇帝 皇上找郡主来了皇帝 正喝着李公公端来的去火茶 一听苏苏来了 他还不信 苏苏在东宫 这里距离东宫还是挺远的 他抬起头 便看见店中央的粉红色小身影 争了正 瞧着那道粉色小身影 扶助金鸾一步一步走上来 皇帝将茶盏递给李公公 起身阔步走走过去 弯腰将苏苏抱起来 苏苏高兴地搂住皇爷爷的脖子 奶声奶气地喊 爷爷 爷爷 爷爷两个字 苏苏也不近日才学会的 皇爷爷三个字有些难 可爷爷两个字还是比较容易 皇帝听见苏苏叫自己爷爷高兴地笑出声 听着皇帝的笑声 下面的文武百官一脸猛逼 也见识到皇帝翻脸比翻书还快 前一秒还在盛怒当中 这会就开怀大笑 退朝皇帝高兴 丢下两个字 就抱着苏苏走出去金鸾殿 当皇帝看见门口的白虎与血团时 皱了皱眉 血团就算了 一只猫好好养着倒不怕 可是 一只白虎也给苏苏当宠物 就跟离谱 再过两三个月 体型翻倍 万一伤到苏苏可怎么好 苏苏看见小白 朝他挥舞着小手 呼呼呼呼呼 皇帝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苏苏叫白虎呼呼 他温声纠正道 苏苏是虎虎白虎 苏苏歪住脑袋 奶生奶气地重复 呼呼 爷爷 呼呼 皇帝闻言笑出声 太子妃说过 孩子小 有些字发音不准很正常 待大一点就好了 也没再继续纠正 皇爷爷带你去找皇奶奶好不好 苏苏听见皇奶奶激动到不行 奶奶 奶奶发音没有爷爷容易 才一岁的苏苏 咬字不清晰 皇帝也任由他去了 抱着苏苏便往凤仪宫走去 小白立刻迈着四肢跟上去 血团则是扭头回了东宫 此时 和欢殿 沈初威带着人将和欢殿都翻遍了 也没瞧见苏苏的身影 最后只能扩大范围至整个东宫 东宫里的侍卫宫女挨个地找 同时也惊动了其他店里的小主 常良院正在外面散步 瞧见宫里的人慌慌张张的样子 问怀祥 外面这是怎么了 这么大动静 怀祥道 听说是小郡主不见了 大家正在找 那 常良院听见是小郡主丢了 眼底有了笑意 才一岁的孩子这么眼 也不知道皇上皇后为何这么喜欢 听说皇上一直盼着能有个公主 可以嫔妃们肚子不争气 正好太子妃生了小郡主 皇上有了孙女 自然是高兴的怀祥猜测 常良院文言心里很是不甘心 多入宫这么久也没事情 皇帝皇后也不过问 她若事情 肯定也能生出一儿一女 便宜太子妃了 小主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事情 事情了才有机会 母凭子贵怀祥提醒 我当然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可殿下不来 常良院说到这里 想到母亲说的办法 对萧锦年根本没用 只能再想别的办法 沈初威带着人找了一圈 没找到苏苏 却在书房里找到桃桃 桃桃站在椅子上 拿着珠笔在写写画画 有模有样的 沈初威瞧着 不禁感叹 果然是萧锦年的儿子 才一岁就如此勤奋了 等她走到书案前 瞧见桃桃画了什么之后 心想完了 桃桃闯祸了 先不提桃桃画的鬼画符是什么 重要的是纸 桃桃写字的纸 是一幅字画 而且还是别人送的 萧锦年还当住她面夸过这幅画 说明是很喜欢的 桃桃看见沈初威来了 举住手里的珠笔 笑得一脸开心 妈妈 沈初威看住宝贝儿子 笑得这么开心 还是告诉她一个事实 宝贝 你完了 桃桃疑惑地盯着沈初威瞧 压根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沈初威将儿子抱下来 拿走她的手里的珠笔 放回原位 再看字画 她即便有通天本事 也做不到将画恢复到原样 她一边卷着画轴 一边吐槽 这么大一个人了 画看完了也不收拾起来 挂在墙上 也不会被儿子给霍霍了 陶陶学得很快 一句话学了 一个词 麻麻霍霍 沈初威被逗笑了 放心 为娘会护着你的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萧锦年消气 收拾好后 沈初威带着儿子去洗手 春喜这时小跑猪过来 主子 雪团回来了 没见住苏苏和小白 沈初威知道雪团 和小白几乎是十二时辰都不离开苏苏 突然失踪 也是三个一起失踪 雪团回来了 那就表示苏苏已经找到想找的人 也可以让她安心了 上次苏苏自己跑去找萧锦年 也不知道今儿苏苏去找谁了 沈初威抱着儿子回到和欢殿 前脚进 后脚萧锦年便从宫外回来了 瞧见她抱住儿子 便道 桃桃已经一岁了 不要总是抱着她 虽然沈初威也不喜欢 抱儿子 一岁了 体重摆在那里 一路抱回来也挺累的 只是对于萧锦年的话 她表示质疑 她才一岁 怎么就不能抱了 萧锦年觉得男孩总是抱住 会显得很娇气 事实依赖沈初威 何时能独当一面 对沈初威肯定不能这么说 桃桃一岁了 二十多公斤 你总是抱着不累嘛 沈初威心里一暖 还是自己夫君心疼自己 殿下说的有道理 萧锦年将她怀里的 桃桃的给抱过来 转身放在地上 桃桃一脸疑惑地看住萧锦年 萧锦年扫了眼屋内 没瞧见苏苏的身影 苏苏呢 周岁燕马上要开始了 沈初威怂怂间 苏苏自己跑出去了 不知道是去找父皇 还是母后 也有 可能去找她小皇叔了 萧锦年算是 见识过苏苏找人的能力 她在意识听 苏苏都能找过来 还带着小白和雪团一起 也不知苏苏像谁 这么爱到处跑 沈初威表示 臣妾可不爱跑 吃饱喝足躺住多爽 萧锦年望向沈初威 本宫瞧着这点也不像你 这时 轻英走进来 朝他们扶了扶身 殿下 太子妃 沈初威问 轻英嬷嬷来是有什么事吗 轻 英温声道 皇后让奴婢过来 拿苏苏的新衣裳 沈初威有些惊讶 原来苏苏去找母后了 轻英笑着摇摇头 苏苏去金兰殿找皇上 皇上抱着苏苏去找的皇后 萧锦言 沈初威 东宫距离金兰殿有多少路 苏苏居然自己走了这么长的路 去找皇爷爷 也足以说明皇帝有多重苏苏 才会让苏苏主动去找他 因为皇帝带苏苏 去了好几次金兰殿上朝 沈初威让春席取来苏苏的新衣裳 给轻英摸摸 带轻英走后 沈初威与萧锦言盛装打扮后 带着桃桃去参加周岁宴 去的时候 抓周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 皇帝抱着苏苏与皇后先来一步 皇后瞧见沈初威来了 高兴地朝他招手 太子妃 快来 把桃桃抱过来 让桃桃与苏苏一起抓周 沈初威上前扶了扶身 母后萧锦 燕来到皇帝身边 与他一起将两个宝宝放在台子上 沈初威从春席手里 拿出一盒草莓蛋糕 放在一堆物品中间 萧锦言瞧着那一盒草莓蛋糕 问沈初威 为何要放草莓蛋糕 沈初威解释 这叫不愁吃不愁穿萧锦 燕身为未来公主 还怕没得吃没得穿 皇后迫不及地看向两个小宝贝 现在可以开始 皇帝却道 等等 朕也有东西想放 第447章让所有人震惊了 沈初威举动绝了 四周满了文武百官 更好奇皇帝会放什么物品 给宝宝们抓周 沈初威与萧锦言侧头看过来 眼神带着好奇 连皇后都忍不住好奇 抬起头问皇上想放什么 皇帝先卖了一个官子 皇后待会就知道了 皇帝越不说皇后越好奇 狗皇帝就知道卖官子 上次说的与嫔妃间的秘密 过去快四个月了 狗皇帝愣是不说 气死他了 这时 李公公抱着金色的盒子走过来 皇上 东西拿来了 皇帝命令到 给朕 李公公公住身子 双手奉上 所有人的目光望向 李公公手中的物品 一眼就认出 那是装玉玺的盒子 皇帝要放的物品 不言而喻 就是玉玺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皇帝居然拿玉玺 当抓周物品 还是头次遇见皇帝 打开盒子 取出里面 但玉玺摆放在物品中间 随即笑着 看向对面的桃桃和苏苏 这是玉玺 谁抱起她 朕有赏 既然皇上都放了 那臣妾也放一个物品 皇后说着换来轻摇 替自己取下凤冠 放在中间的位置 凤冠同样代表了 权力身份的象征 做工繁复 凤只有皇后尊贵的身份 才能穿戴 皇帝瞧着凤冠问皇后 你放凤冠有何寓意 皇后抬住下巴回道 这叫凤于九天 皇帝点头赞同 寓意不错 咱们的孙子孙女 就该有这样的魄力 审出微瞧着一堆物品里 最惹人注目的 便是金银剔透的玉玺 镶着珍贵宝石的凤冠 这期望是不是太高了 他事先望向自己 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万一儿子女儿 都向他混吃混喝 潘水 岂不是辜负了皇帝 与皇后的期望 萧锦波从身后冒出来 嘿嘿笑了两声 既然父皇母后多放了 也不介意我这个叔叔 放一样物品 皇帝知道儿子 从来不走寻常路 拿物品也是一样的 你凑什么热闹 就心父皇拿 还不许儿臣拿吗 萧锦波向来不怕皇帝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木剑 放在玉玺与凤冠之间 然后笑着望向陶陶 陶陶 记得拿剑 皇帝 皇后 就知道这小子 拿不出来像样的东西 站在不远处的长良院 看见这一幕 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嫉妒 凭什么沈初威生的两个孩子 可以重心捧愿 连同姑母 也像变了个人似的 看住站在萧锦年身边的沈初威 露出那样得意的笑容 心里极度不平衡 明明一切都是属于她的 却被沈初威给抢走了 让她怎么能不恨 太后在灵芯的服下 姗姗来迟 也看见了刚才的那一幕 这般恩宠 她还是头次瞧见 陶陶和苏苏的确很招人喜欢 也不怪皇帝皇后喜欢 灵芯看住眼前的一幕 事先望向萧锦年与沈初威 有些庆幸当时自己的选择 没有顺住太后的意思 给萧锦年当妾 像萧锦年这般专情的人 很难让第三个人融入境取 她扫了一眼长良院 身为皇后的侄女 长将军的嫡女 一样受宠 独守空房 她只有太后撑腰 恐怕入了东宫 还步入长良院 她又将视线望向萧锦波 看见她带着韩姑娘 相比萧锦年嫁给萧锦波会更好 皇帝见太后来了 带着一众人给太后请安 母后来得正是时候 太后笑着说 你们继续 哀家就在一旁瞧个热闹 皇帝还是把太后请到前面 扫了一眼面前的物品 有些迫不及地想知道 陶陶和苏苏会拿哪个 陶陶 苏苏 快过来 早在陶陶和苏苏放在台上面时 梁宝贝就忍不住想爬过来 奈何被两个小太监拦着 这回小太监听了皇帝的话 松开他们后 陶陶和苏苏便朝一堆物品爬过去 皇帝皇后一直盯着小家伙瞧 都希望他们能抱着玉玺和凤冠 沈初威就不一样了 他非常期待宝贝们能拿草莓蛋糕 宝贝们 草莓蛋糕不错 没一会功夫 陶陶和苏苏便爬到一堆物品前 摆在最前面的便是文房四宝 笔墨只焰 接着便是书 金银珠宝 苏苏瞧见草莓蛋糕 伸手便拿起来 毫不客气地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已经长了八个牙齿 他可以轻易地吃软糊糊的蛋糕 沈初威高兴地抓着萧景妍的手 激动地道 苏苏第一个拿的是草莓蛋糕 萧景妍无奈地道 苏苏这贪吃 的性子是坐实了 沈初威看住苏苏吃着草莓蛋糕 那模样可比极了 他不以为意地道 贪吃有什么不好 萧景妍瞧着苏苏吃东西的模样 简直就是小酒 的缩小版 尤其是看见美食的眼神 更像 自然没什么不好 苏苏第一个拿的是草莓蛋糕 皇帝与皇后没失望 反而笑了 苏苏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 还知道舔手指 苏苏拿着草莓蛋糕 虽然不大 可对于一岁的宝宝来说 就有些大了 难免会得沾得满手的奶油 吃完后 看见手上有奶油 就会伸到嘴边舔了一下 随后 宫女拿着试手帕 将苏苏的嘴巴小手擦前进 这边 陶陶拿起珠笔 把玩住 另一只手 将文房四宝挨个摸了一遍 看见陶木剑 好奇地拿起来 玩了一会儿 萧锦凡瞧见陶木剑 拿起陶木剑 激动到不行 陶陶有眼光 这可是开过光的陶木剑 韩姑娘 萧锦言 沈初威 皇帝 皇后 苏苏吃完草莓蛋糕 看见玉玺 她爬过去 弱弱的小手摸了摸玉玺 因为玩过 再玩便是兴趣缺缺 目光最终望向凤冠上的红宝石 一向对鲜艳的颜色感兴趣的她 双手捧着凤冠放在腿上 盯着红宝石 便用小手去扣 皇后瞧见了激动的道 苏苏很有眼光 日后必成大气 沈初威 有她这个强大精英的老妈 成大气有些难 苏苏抱着凤冠 抬起头看向皇后 小手撑着台面站起身 便往皇后面前走过去 皇后乔好奇地看住苏苏的举动 带她走到镜前 她高兴地将苏苏抱起来 苏苏举起手里的凤冠 往皇后头上放 奶声奶气地道 奶奶 奶奶苏苏几乎每日都会见到皇后 都会看见皇后带着凤冠 所以看见凤冠 自然而然地觉得 应该待在皇后的头上 皇帝瞧了 热情地伸出手帮苏苏 将凤冠重新带在皇后的头上 苏苏太懂事了 还知道给皇奶奶带凤冠 皇后瞧见苏苏的举动 高兴地笑出声 苏苏真棒 在大家注意力都在苏苏身上时 陶陶一只手拿着笔剑 另一只手摸上玉玺 玉玺形态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麒麟 表面光滑 让人爱不失手 陶陶盯着麒麟瞧住 眼底满是好奇 肖锦波看见陶陶一直在玩玉玺 便道 陶陶好像也喜欢玉玺 皇帝闻言收回视线望向陶陶 便看见他正在玩着玉玺 确切地来说 是在玩着玉玺的形态 麒麟 陶陶一手拿笔合剑 另一手拿住玉玺 文武双拳 拳势在手 日后必成大器 这样的话也只有皇帝敢说 能说 换个来说 那就是基于皇位的有心人 就连肖锦炎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碎燕 抓周花了不少时间 接下来便是入席 也是沈初威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陶陶和苏苏 此时正在皇帝与皇后身边 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 陪着陶陶和苏苏玩 一起用膳自然更高兴 没有宝宝们在身边 沈初威的前范速度与往常一样 肖锦炎瞧着沈初威那张嘴 从坐下来就没停过 眉眼含着笑 吃得异常开心 这大概是她无法体会到的快乐 云贵妃与德贵妃 瞧住皇帝身边的陶陶和苏苏 心里极度到不行 如此荣宠 是他们的孙子从未有过的待遇 无论是满月宴还是周岁宴 都没有如此隆重过 现在 皇后常带着陶陶和苏苏出来玩 他们瞧了都避之不及 毕竟一个孙子 哪里比得了人家龙凤胎 皇帝掌心上的宝贝 既然比不了 一定要躲着走 周岁宴结束后 陶陶和苏苏早就困了 有奶娘们带着回去午睡 萧锦妍和沈初威回到东宫 本宫去书房处理一些事情 你也去午睡一会儿 萧锦妍可是知道 小九吃饱喝足后最喜欢躺着 这会正好是午睡时间 她肯定会午睡 沈初威听到书房 就想到被儿子毁的那幅画 万一萧锦妍发现画毁了 会不会生气 她一把抓住郑宇离开的萧锦妍 殿下 臣妾这会不困 臣妾陪你一起去书房好不好 媳妇这般说 萧锦妍自然也不会拒绝 好 两人先后走进书房 刘喜端来两盏星期的茶 放在书案上 随即退出去 萧锦妍来到书案前 发现自己领走前 放在书案上的话不见了 沈初威见萧锦妍盯住书案桥 她记性那么好 肯定发现字画不见了 她集中生智 上前拉着萧锦妍的手 殿下 你抱抱臣妾 萧锦妍垂眸瞧着娇妻 现在 第448张占便宜的 是你到小九被殿下嫌弃后 沈初威紧紧握着萧锦妍的手 极其认真的语气道 当然 不是现在难道是明日吗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报了过后 她才能继续转移话题 你一问我一答 兴许就忘了字画 小九难得如此主动 萧锦妍高兴还不急 又怎么会拒绝 本宫 依你便是 沈初威文言大大方方地张开双臂 等着萧锦妍抱她 她好说接下来的台词 萧锦妍表面淡定从容 心里却激动到不行 她弯腰打横抱起小九 转身走向屏风后的床榻 突如其来的公主抱 让沈初威愣一下 公主抱也可以 她那顿在空中的两只手 默默改为搂着萧锦妍的脖子 一眨不眨地盯着萧锦妍看 殿下 臣妾重吗 沈初威那眼神看在萧锦妍眼里 便是深情款款 不重 好像轻了一些沈初威心里 暗自庆幸夫妻默契提高了不少 萧锦妍知道顺住 她的意思接话了 看来臣妾还需每日多吃一些才是 不能让殿下嫌弃了 萧锦妍疑惑地问 本宫为何会嫌弃 沈初威解释道 殿下不是说 喜欢臣妾有肉感吗 瘦了可就没有肉感了 每次床上 萧锦妍都说她腰好纤细 一只手 庞扶能掐断一般 抱着她的时候 又说她太瘦 长胖一些 有肉感会更好 萧锦妍文言视线 从她的脸上往下移 一寸一寸地打量住 小九的身材 她再清楚不过 虽然体重轻 可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阴阴不堪疑惑的鲜腰 柔弱无骨 当然 若再长些肉圆润一些 手感会更好 本宫并未嫌弃 你怎样都好 沈初威却道 殿下现在说得好听 日后可就说不准了 本宫可不是 花言巧语之被萧锦妍抱住她来到床榻前 将她平放在榻上 手来到她的腰侧 很轻易地便解开腰带 沈初威这回发现 气氛有些暧昧 萧锦妍这举动太熟悉了 就是想把她这样那样一番 大白天的 小九 沈初威抬起头 发现萧锦妍正垂眸看住自己 但她那只手 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当夫妻这么久 萧锦妍太了解她的身体了 更清楚地了解她的敏感点 很轻易地让她行动 门外 长良院带着婢女提着行酒汤来到书房门口 被刘喜拦下来 长良院 殿下正在忙 有什么事杂家代为转达 长良院指着淮乡手里的行酒汤道 今日是皇太孙的周岁宴 我瞧着殿下喝了不少酒 便带来行酒汤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麻烦刘公公通传一声 刘喜瞧了一眼淮乡手里的行酒汤 一脸和善地道 这回太子妃正在里面 殿下与太子妃感情和睦恩爱 长良院此时不宜进去打扰 话说得很明白了 此时殿下与太子妃正在恩爱 谁敢进去坏了殿下的好事 长良院先是一愣 抬起头看向书房紧闭的雕花门 便反应过来刘喜话里的意思 青天白日的 居然来书房勾引萧景言 真是好手段 长良院收回视线 既然如此 那我便回去了 刘喜笑了笑 长良院慢走 长良院转身后 脸立刻变了 萧景言喝了酒 这回谁凑上去都有可能事情 沈初威为了霸占萧景言 真的是一点机会也不放过 怀想小声劝道 主子别生气 咱们还是有机会的 长良院强压下去 心里的嫉妒道 姑母的寿辰药到了 是一个好机会 沈初威每次瞧着萧景 言 那张俊脸 都觉得自己穿越过来 占得最大便宜就是 有一个颜值高 又专情的夫君 如果能一辈子不变 那就更好了 沈初威情动 主动伸出双臂 搂着萧景言的脖子 仰起头去吻她 情浓觅食 法师热吻 最能烘托此时的氛围 现在 别说萧景言 不记得那幅画 连沈初威 都忘了自己 让萧景言 抱自己的初衷 一个时辰后 沈初威 沉沉睡过去 萧景言 垂眸盯着熟睡的人 瞧了好一会 视线落在她眉睫上 长长的睫毛上 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泪珠 每次听见她 小猫似的哼哼 都会异常激动 她伸出修长的手指 替她擦拭眼角的泪珠 然后起身 给她盖好被褥后 拿起衣裳 慢条丝里地穿起来 戴穿好后 她转身来到 屏风前的书案前 瞧着空荡荡的书案 转头扫了一眼 身后的书架 瞥见书架旁的墙壁上 挂住一幅 未打开的画周 只是看一眼便认出 是她临走前 看的一幅画 她抬脚走过去 取下那幅画 继而又回到书案前 将画轴放在上面 一点一点打开 看见几滴墨水 谋色一顿 她将画轴全打开 画上不止几滴墨水 而是纵横交错 一看便知 是乱话一通 在想刚才小九的举动 分明就是在阻止 她发现这幅画 沈初威一觉醒来 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果然一觉醒到自然醒 是最爽的事 她慢慢悠悠地 穿好衣裳 从屏风后走出来 便看见端坐在 书案前的萧锦妍 她高兴地走过去 殿下 臣妾回去了 在沈初威穿衣服时 萧锦妍便知道了 她抬起头 看向沈初威 指住书案上的话 悠悠地道 爱飞 解释一下沈初威一脸 茫然地顺住 萧锦妍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便看见被宝贝子 霍霍的那幅字画 她这才想起 自己跟住来书房的目的 是为了让萧锦妍 忘记这幅画 而不是来和她这个那个的 看住萧锦妍 冷住一张脸 一看便只是生气了 若说是儿子所为 指不定会罚儿子 还要立规矩什么的 沈初威立马细经上身 她掏出手帕 假模假实地 抹了一把眼角不存在的眼泪 委屈得道 殿下 臣妾还不如一幅字画吗 萧锦妍瞧着 刚才一脸笑容的小九 突然委屈起来 她指着字画道 本宫何时拿你 与字画相比较 本宫在说正事 你瞧瞧 臣妾来了 殿下也不问臣妾累不累 有 没有睡好 张口便问 话如何如何 难道不是在说 臣妾还不如一张画吗 殿下和画过日子去吧 沈初威说完 捂着脸委屈地跑出去 不给萧锦妍说话的机会 萧锦妍被沈初威一系列举动给惊得愣在当场 直到沈初威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她才反应过来 本宫这是说错了什么 沈初威跑出来后 回头瞧了两眼 发现萧锦妍没追出来 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被自己糊弄过去了 走了一会 她又回头瞧了两眼 发现萧锦妍真的没追出来 她都表现得那么委屈伤心了 萧锦妍居然一点也不在乎 像个没事人一样 也不追出来 沈初威摸了摸自己的脸 难道自己已经人老珠黄了 回到和欢殿 沈初威拿着现代的镜子左右上下瞧了瞧 古代铜镜照著 没有现代镜子清楚 春喜抱着衣裳进来 便看见坐在梳妆台前的沈初威 拿着镜子左招右招 她好奇地走过来 主子 您这是怎么了 沈初威拿着镜子扭头看向春喜 指着自己的脸问 我老了吗 春喜闻言没忍住笑出声 主子 您才多大 哪里老了 我也觉得自己不老沈初威放下镜子 一脸忧愁 那殿下就是喜心厌旧了 春喜发现沈初威不对劲 担忧地询问 主子 怎么了 沈初威将刚才的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遍 春喜一份填膺 殿下也是 明知道主子伤心难过了 都不哄一哄 沈初威不屑地道 他不哄我 我自己哄自己 春喜 闻言瞬间心疼得不得了 主子 那太委屈你了 您想怎么哄自己啊 沈初威举起两根手指 晚上我要吃两个水晶肘子 春喜盯着那两根细长的手指愣了几秒 沈初威觉得两个水晶手肘压根哄不好自己 想到鸡舍里鸭子已经长大了 再来一份烤鸭 如果能让主子开心 不管吃什么 春喜当然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更何况是水晶肘子和烤鸭 好 奴婢这就去准备 春喜让小兔子去西云阁抓一只鸭子回来宰了 顺便再抓一条鱼回来 做糖醋鱼 晚膳时 萧锦岩并未过来 喜心厌旧也坐实了 沈初威扫了一眼满桌的美食 都是他爱吃的 还是春喜最懂他 他含泪吃了四碗饭 陶陶和苏苏现在是自主吃饭 坐在宝宝餐一上 面前是摆放着饭菜 有筷子也有汤匙 宝宝餐饮是他画的图纸 让秦销找木匠定做的 宝宝的模仿能力很强 看见大人用筷子吃饭 他们也会学着拿筷子吃饭 虽然饭菜撒得到处都是 他们也是努力用筷子吃饭 又晚晚膳 奶娘们带着陶陶和苏苏去沐浴 沈初威沐浴完后 便放下床慢躺进被窝里 正要闭上眼睛时 听见开门声 接着传来脚步声 下意识地以为进来的是春喜 春喜出去后把屋外的门拴上 萧锦妍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屋外的门 若进来的不是她 拴上后她还进得来吗 第449章夫妻间沟通很重要 要不升的小号继续练 沈初威说完后便裹紧备入打算睡觉 可是每日习惯有萧锦妍给她取暖 今晚萧锦妍却没来 冬日里被窝里有些凉 两只脚都伸不直 想到春喜还在 她又吩咐道 春喜 你给我准备两个汤婆子 太冷了 我睡不住 萧锦妍走到床边 手正要掀开床慢 便听见沈初威的话 同床这么久 没看过小九用汤婆子 怎么突然就要汤婆子了 媳妇想要 她当然要满足 收回手转身走出去 吩咐春喜准备了两个汤婆子 待准备好后 萧锦妍一手拿住一个汤婆子进来 沈初威听见脚步声 就知道春喜来了 便提前坐起来 刚坐好 便看见汤婆子从外面送进来 她迫不及待地伸手接过来 放进被窝里 再推到脚边上 这时 另外一个汤婆子也送进来 她同样迫不及待地接过来 抱进怀里 有了两个汤婆子 一下子暖和起来 很快 沈初威便发现 今日的春喜有些不对劲 平时春喜若得知她说了 一定会很心疼地说上几句 拿来汤婆子一定会主动 放进被窝里 放在她的脚边上 估计是太累了 春喜 不用守夜了 回去歇着吧 沈初威说住 躺回被窝里 有了汤婆子 脚可以伸直 也不冷了 萧锦岩的手刚解开腰风 闻言 她慢条四里地开始脱衣裳 一件一件地扔到对面的衣架上 沈初威听见 嘻嘻索索的脱衣服声音 疑惑地抬起身子 伸手撩开床慢 便看见床边站住一道身影 那身影正在脱衣裳 她抬起手臂 这次看得清楚 脱衣服的是萧锦岩 门不是锁子了吗 萧锦岩怎么进来的 刚才递汤婆子的也是萧锦岩 殿下怎么来了 萧锦岩脱完衣裳后 在床上坐下来 看住一脸惊讶的沈初威 本宫来得巧 晚一不便进不来了 沈初威这回才知道 刚才让春 洗拴门的时候 进来的人就是萧锦岩 萧锦岩上床后 便放下床慢 将夜明珠拿出来放在床头 急着夜明珠的光 可以看见沈初威那张精致的小脸 今日为何要跑 臣妾跑了 殿下也没追 沈初威说住 扭头躺进被窝里 怀里抱着汤婆子 本宫有事要处理 萧锦岩将人给翻过来 正对住自己 继续问 那幅画 是不是陶陶毁的 沈初威一脸震惊地看住萧锦岩 殿下怎么知道的 萧锦岩又问 陶陶毁了那幅画 你为何不告诉本宫 沈初威解释道 陶陶才一岁 他又不知道那话很重要 陶陶闲着无事可做书房 说明陶陶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臣妾倒觉得 殿下应该夸夸陶陶才是萧锦岩 沈初威又道 再说 那么重要的一幅画 殿下 欣赏完应该收起来 这样陶陶就霍霍不到了对不对 萧锦岩被小九说得无言反驳 他将小九抱进怀里 是本宫疏忽了 沈初威正当暗自庆幸自己的能言善变 便听见萧锦岩说 只是陶陶擅自闯进本宫的书房 一点规矩也没有 身为本宫的嫡长子 怎么如此毫无规矩 沈初威提醒道 殿下 陶陶才一岁 萧锦岩正色道 正是因为一岁 需要好好引导才是沈初 威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个这么累 还要儿子也这么累 殿下 咱们让儿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不好吗 萧锦岩争住 快乐的童年 为什么她觉得这句话很耳熟 沈初威继续说 人长大的就会有压力有烦恼 所以童年非常重要 咱们散养好不好 放养 萧锦岩再次争助 因为这句话也觉得很熟悉 何为放养 沈初威想了想 解释道 放养便是 咱们不管她 也不约束她 任由她比之茁壮成长过完童年 咱们再说 萧锦岩表示怀疑 你确定是比之茁壮成长 而不是长歪了吗 有殿下这座标杆 儿子哪有那么容易长歪 殿下放心 放养的孩子一样可以优秀 毕竟儿子有殿下如此优秀的基因 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沈初威前后后都是在夸萧锦岩 好听的话谁不爱听 萧锦岩也不例外 若长歪了呢 嗯 沈初威揪着萧锦岩的衣精 结果把衣精给扯开了 露出大片白皙的肌肤 那就 再生一个小号 换个方法继续练 肯定能满疾 萧锦岩听得一头雾水 小号 满疾 沈初威解释 就是再生一个儿子 让殿下亲自教导 你倒是想得开 不过 萧锦岩说到这里顿了顿 沈初威忍不住追问 不过什么 萧锦岩缓缓道 一个儿子确实不够 本宫是未来储君 儿子至少得有三四个才行 选其最优秀的立为太子 殿下这是想给自己纳妾了 明日臣妾便收拾收拾 要么出宫 要么去冷宫 沈初威就知道 帝王家想 只有一个女人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当了皇帝 三宫六院少不了 萧锦岩不由地加重语气道 本宫未曾想纳妾 沈初威语气不善 那殿下想要这么多儿子 三四个 怎么不说十个呢 萧锦岩上下打量她那娇小的身子 你这娇软的身子 能给本宫生十个吗 沈初威似乎明白了一件事 殿下的意思 让我一个人生 萧锦岩一句一顿道 本宫答应你的事 自然不会食言 除了你生 还能有谁给本宫生孩子 沈初威直接拒绝 臣妾生不出来 孩子再经不再多 萧锦岩语重心长地道 所以嫡长子需要细心教导 这样就不用生那么多儿子 哎 沈初威发现自己被萧锦岩套路了 说来说去 还是要剥夺儿子的快乐童年 她开始讨价还价 宝宝五岁前放养 五岁之后 殿下再细心教导 如何 萧锦岩悠悠地道 本宫是没什么意见 只要爱妃保证她不会长歪便可 沈初威自信满满地道 陶陶是个聪明的孩子 才不会长歪 萧锦岩希望如此 沈初威打了哈欠 好困 殿下 咱们歇息吧 萧锦岩修长的手指 抬起她的下巴 下次不准再跑 听到没有 提到这个 沈初威觉得 有必要给萧锦岩上一课 那是臣妾受委屈的表现 这个时候 殿下应该助记地追出来 这样体现 殿下心里有臣妾 殿下若没有追出来 臣妾伤心难过 茶饭不思 殿下晚上很有可能 连门也进不来呢 末了 沈初威还好意地提醒一番 萧锦岩没想到 自己因为太忙 而没有追出来 让小九这么难受 不禁开始自责 你晚上没用到晚餐吗 本宫让春喜 准备一些送过来 沈初威见萧锦岩要起身 她今晚可是吃了 两个水晶肘子 半只鸭子 肚子现在还饱饱的 她急忙伸手 拉住萧锦岩的手 这么晚了 春喜也睡了 臣妾现在不饿 萧锦岩认真的道 本宫面前 不必逞强 沈初威用力点点头 殿下面前 臣妾不逞强 萧锦岩紧紧抱着她 承诺 本宫以后 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夫妻间 沟通是多么低重要 沈初威是深刻体会到了 不像言情小说里 男女主什么也不说 不误会才怪 一场雪后 院内银装素果 很是漂亮 沈初威许久没去小菜园转转 披上壶球 在春喜的陪同下便出了门 陶陶从后门偷偷溜进隔壁的太子请殿 苏苏则是和雪团小白 还有圆滚滚在雪地里玩 两个孩子 沈初威一向是放养模式 衣裳脏了便换下来 开心最重要 苏苏坐在小白身上 开心地骑马 正玩得高兴时 看见沈初威走出和欢店 好看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 发现沈初威出门不带她 苏苏不满地撇撇嘴 从小白身上下来 结果没站稳 在雪地里滚了一圈 随后利落地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雪花 便追上去 苏苏腿短走路慢 带她走到门口时 沈初威与春喜早就走远了 雪团跟过来 站在苏苏身边 远远地瞧见沈初威离开的背影 便走在前面带路 苏苏扶住门框 抬起小短腿跨过门槛时 因为腿短 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随即她将一只脚先落地 这才翻过门槛 追上去 门槛对小白来说形同虚设 很轻易地变跨过去 对于圆滚滚来说 同样形同虚设 很容易就跳过来 苏苏迈着两只小短腿 跟在雪团后面 一步一晃地走住 一只白虎和一只灰色的兔子 不紧不慢地跟在苏苏身后 雪团一边走着 一边回头瞧住苏苏 生怕苏苏跟丢了 淮香提助石河 赔偿良愿去太子请殿 远远地瞧见苏苏 她提醒道 小主 那不是小郡主吗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长良愿顺着淮香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便看见身穿粉色棉服的苏苏 走路一步一晃 庞扶随时会摔倒一般 长良愿左右瞧了两眼 没看见大人 过去瞧瞧 第四百五十章 骇人中骇己 小主 地面湿滑 您小心些 在淮香的搀扶下 长良愿缓缓来到苏苏面前 将她拦了下来 苏苏 还记得我吗 苏苏小手抓着身上的小毛球 歪着脑袋好奇地看住面前的大人 长良愿瞧着苏苏一声不吭的样子 继续问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没人跟住吗 苏苏挽住手里的小毛球 奶生奶气地道 妈妈 找妈妈 找妈妈 是什么东西 长良愿盯着苏苏捏着手里的小毛球 那是棉服上的装饰 毛球与雪花一样白 她一眼辨认出 这是上月皇后手上那件小衣裳 而衣裳领口以及袖口的毛圈 是继为难得天山雪湖的毛发 是苍狼部落给搭贡品 笼贡就那么点 都给苏苏做了衣裳 而这小毛球 也是天山雪湖的皮毛做的 触手升温 毛发极为柔软 苏苏最爱身上两颗小毛球 无事可做便拿在手心里玩 还可以起到暖手的作用 长良愿盯着苏苏身上那雪白柔软的皮毛 沉得小脸粉嫩嫩的 特别好看 若是帮她做弧球 做棉服 一定又饱满又漂亮 雪团回头发现苏苏没跟上来 又掉头跑回来 看见长良愿便呲牙叫了一声 苗长良愿看见雪团走过来 面对雪团时她还是有些害怕 的 再看苏苏身后的一只兔子和一只 认真一看才发现和老虎很像 长良愿没看过白色的老虎 加上能当苏苏的宠物 应该不会是凶猛的老虎 而是像老虎的猫 即便如此也把长良愿吓了一跳 半天没反应过来 苏苏小手抓着毛球 看见雪团来了 她视线望向省出微离开的方向 找妈妈苏苏说着便绕过长良愿 继续往前走 苏苏一走 小白和圆滚滚便不紧不慢地跟上去 雪团盯着长良愿瞧了一会儿 这才转身跟上 长良愿回过神发现苏苏走了 她不死心地又跟上去 苏苏 苏苏停住脚步 回头疑惑地看住长良愿 长良愿左右瞧了瞧 今日寒冷 几乎都是避不出户 所以这回园子里几乎没什么人 旁边便是荷花池 因为温度太低 湖面已经结冰了 她收回视线望向苏苏 指着一旁的荷花池道 苏苏 你看那边有花哦 要不要去玩 苏苏虽然说不来长句 但是能听懂一些大人的话 例如要不要去玩 要玩奶声奶气的嗓音 让人一听心都软了 长良愿瞧着苏苏可爱的样子 心想这要是自己女儿就好了 那么不仅萧锦炎对她宠爱有加 连皇帝与皇后也会爱乌及乌 可惜这是沈初威的女儿 极度使长良愿心里有了恶毒的想法 她牵着苏苏来到湖边 并让淮湘站在那里望风 冰面上有只麻雀像是受了伤 扑腾着翅膀没能飞起来 长良愿指着麻雀哄道 苏苏 你看那里有只麻雀 想不想要 想要自己去拿哦 小孩子好奇心重 又贪玩 苏苏也不例外 看见一只 扑腾翅膀的麻雀 她指着麻雀 对雪团奶生奶气的道 窝药 团团 团团是指雪团 因为雪字发音有些难 所以每次 叫雪团便是团团 雪团望向冰面上的麻雀 舔了舔唇 便迈步走过去 苏苏见了激动到不行 手指雪团 好看的大眼睛 笑成了月牙 长良愿见苏苏站住不动 没有下去的意思 不由得有些筑疾 不下去怎么掉进湖里 苏苏 你去找雪团好不好 苏苏歪住脑袋 盯着长良愿看了好一会儿 随即又看向雪团 便看见雪团已经走到麻雀身边 正用小爪子推了推麻雀 当即高兴地手舞足蹈 长良愿 真是个傻子 连话都听不懂 长良愿只好又哄苏苏 自己走到冰面上 奈何不管她怎么哄怎么骗 苏苏就是站住不动 指着雪团 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最后 长良愿也急了 四处瞧了瞧 没看见人 她伸手去推苏苏 结果推了一个空 身影扑向冰面上 整张脸重重地砸向 鼻子都挤歪了 苏苏高兴地往走两步 成功躲过长良愿的推扫 看见长良愿趴在冰面上 她蹲下来 好奇地盯着长良愿看 长良愿疼得脸都麻了 看住冰冷的冰面 暗自庆幸冰面没碎 不然就会跌进湖里 看见苏苏蹲下来 用肉肉的手指住自己 一边笑一边说 趴 趴 苏苏以为长良愿趴在那里 是想爬 因为她趴在地上 就会爬 长良愿翻了翻白眼 手撑着冰面正打算起来时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吓得她脸色煞白 那是冰面破裂的声音 长良愿看见冰面裂开的缝隙 也顾不上其他 怀香 快来救我 长良愿快急哭了 可怀香迟迟没有赶过来 小白发现不对劲 张嘴咬住苏苏的衣袖 便往一旁走 她走得极慢 就怕苏苏摔倒 苏苏刚被小白牵走 咔嚓一声响 冰面裂开树道口子 长良愿猝不及防 掉进冰冷的湖里 救命 救命啊 站在那里放风的淮香 听见呼救声 回头便看见长良愿掉进湖里 吓得急忙跑过来 小主 你怎么掉进湖里了 快救我 快救 长良愿不停拍打着湖面 冰冷的湖水漫过头顶时 灌了几口冰冷的湖水 小白咬着苏苏的衣袖 将它牵得远远呢 雪团叼着麻雀 看见有人落水 抬起头在岸边扫了一圈 看见苏苏好好的站在那里 这才叼着麻雀跑过去 麻雀受了些伤 被雪团叼进嘴里时 以为自己要成为猫的盘中餐 直接吓昏过去 苏苏看见雪团叼着麻雀 伸手从雪团嘴里拿走麻雀 用小手戳了戳麻雀的脑袋 又用小嘴吹了吹 呼呼 可惜已经晕过去的麻雀给不了 苏苏任何回应 苏苏的注意力全被麻雀吸引 早把长良院忘脑后 她一手拿住麻雀 一手拿住毛球 跟住雪团继续去找麻麻 长良院是路过的侍卫救起来的 就上来后 长良院已经意识不清醒 浑身冰冷 送回新兰殿时 高烧不退 沈初威看住鸡舍 鸡声淡淡声 鸭声淡淡声鸭 循环了这么久 鸡鸭已经超过一百只了 鸡舍挤得满满的 冬天还好 挤更暖和 可是一到夏天 这么多鸡鸭挤在一起 得热死 小桂子 等开春旁边再搭建一个鸭舍 到时将鸡鸭分开来 主子 奴才记下来了 小桂子高兴地应了一声 沈初威看完鸡舍 又来到菜园里 看住大棚里的蔬菜 长得都很好 古代虫子少 不需要农药 属于真正的有机蔬菜 苏苏跟住雪团走了好久 才到萧香阁 萧香阁只要小桂子和桂香两人看住 偌大的萧香阁显得很空 雪团利落地跳进来 直奔小菜园 苏苏扶住门框 抬起小短腿跨过门槛 不意外地又因为腿短 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苏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带进去后 苏苏迈着小短腿追上雪团 小白和圆滚滚就像两只护卫一般 连跳进门槛的动作都整齐划一 途径机设时 苏苏听见一声窝窝声 停下脚步好奇地看过去 接着又听见嘎嘎声 苏苏闻声迈着两只小短腿跑过去 趴在围栏上 从围栏缝隙里 看见里面有很多积压 像是看见什么新奇的玩意 趴在围栏上就舍不得走了 小白站在苏苏身边 看见里面的鸡鸭 馋得差点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圆滚滚进来后便一溜烟跑进小菜园 看见大白菜 利落地跑过去 张嘴就啃 沈初威从大棚出来时 吩咐春喜 再带些鸡蛋回去 给宝宝们做鸡蛋羹吃 春喜提着竹篮 里面都是新鲜的蔬菜 文言高兴的硬斗 奴婢 这就去拿蛋 蛋每天都是小贵子送到和欢店 今日来便顺便带些回去 春喜迈着欢快的步伐去拿鸡蛋 沈初威没走几步 瞧见雪团朝自己奔来 立马有种不好的预感 雪团现在整日跟住苏苏 雪团来了 那苏苏该不会也来了 面头刚转 便听见春喜大喊 主子 您快来 沈初威踢着裙摆跑过去 便看见鸡舍旁 站着一道小小的粉色身影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鸡鸭桥 准确地来说 是盯着小鸡仔和小鸭子桥 苏苏看见沈初威 高兴地朝她跑过去 妈妈 妈妈抱沈初威在苏苏面前蹲下来 苏苏 你怎么来了 苏苏指着雪团 奶声 奶 气得道 团团 跟住团团 雪团低着头退到小白身边 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其实不用苏苏说 沈初威也知道是雪团带她来的 苏苏举起手里的麻雀 给沈初威看 妈妈 毛毛 毛毛沈初威看住 苏苏手里的麻雀 也不知道宝贝 女儿是从哪里弄来的 她拿过来检查一番 发现还没死 女儿的意思 大概是想让自己救麻雀 她当然不能让女儿失望 抽一根银针 在她的医术下 麻雀立刻醒过来 下一秒便展开翅膀飞走了 麻雀翅膀并未受伤 一开始飞不起来 是因为身体冻僵了 被苏苏捂了一路 身体早就回暖 飞走是因为怕被雪团给吃了 苏苏睁大眼睛 看看麻雀扑腾住翅膀飞向天 麻麻 挥走了 沈初威笑着夸道 宝贝救了麻雀一命 很棒苏苏伸手 要抱抱 麻麻 抱 沈初威抱起女儿 看见小白一直盯着鸡舍桥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现在不能吃 小白委屈的不行 熬屋 第451章 这就是天赋 调查凤无忧有结果了 小白是老虎天生食肉动物 藏在骨穴里的野性 看见鸡鸭 当然会想扑倒 再吃进嘴里 只是 沈初威说不能吃 小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吃 沈初威抱着苏苏 带着三只小只 回了和欢店 从婢女那里 听说常良院落水昏迷 到现在高烧不退的事 沈初威忽然想到现代 一到暑假 学生溺亡的事频频发生 她瞧着苏苏 天天到处乱跑 胆子比谁大 也不怕人 大部分原因是被宠得惯的 还部分原因是身边三只小跟班 每次出去带着他们 可牛逼坏了 万一哪天出去玩 不小心掉水里 即便小白会游泳去救苏苏 也有意外情况发生 沈初威盯着正在喝奶的苏苏 瞧了好一会 决定教女儿游泳 不对 儿子也要学游泳 想到儿子 她才发现好一会儿 没看见陶陶了 陶陶人呢 奴婢走之前 看见陶陶坐在廊下 这回不知道去哪完了 奴婢让人去找找 春喜说着便转身跑出去 沈初威看住 到处乱跑的儿子女儿 也开始怀疑 自己放养的方法对不对 此时 陶陶在太子请殿 溜达了好一圈来到书房 彭扶书房有很大的魔力一般 每次来太子请殿 都是来书房 看出偌大的书房 她迈着两只小短腿 来到书案前 花了好一会功夫 才爬上来椅子 看住满桌好玩的东西 她一眼就相中猪笔 伸手拿猪笔时 整个身体都趴在书案上 拿到猪笔时 高兴到不行 书案上垫住一张宣纸 陶陶拿着笔 学着萧景岩沾了些墨水 然后就开始写写画画 整套动作学得有模有样 陶陶常看萧景岩练字 小孩记忆力与模仿能力非常强 看多了便会模仿 等血累了 陶陶放下猪笔 从椅子上爬下来 在书房里转了一圈 看见屏风后的床榻 便迈着小短腿跑过去 三两下便爬上去 几乎是沾枕头便睡 这点像极了沈初威 此时 春喜带着人把和欢店找遍了 也没瞧见陶陶可及坏了 沈初威忽然想到 上次在萧景岩书房找到陶陶 便起身去隔壁请便 带她来到书房 推开门朝里面扫了一眼 书案前空荡荡的 并没有陶陶的身影 沈初威关上门 眼底闪过疑惑 奇怪了 陶陶去哪了 书房里没有陶陶的身影 沈初威只好去别的地方找 萧景岩回来时 先去了书房 她拿着几本奏折来到书案前 便看见白纸上画满了墨水 朱笔也没有放回原位 而是放在笔筒里 难道是陶陶又来了 萧景岩将书案上收拾前进后 来到屏风后 看见床上的人时 愣了一下 她迈步走过去 低头看住熟睡的儿子 小模样像急了小酒睡着时的样子 你母妃说得不错 才一岁便如此喜欢书房 喜欢拿笔 应是喜爱学习 这点倒有几分向本宫 萧景岩弯腰将儿子抱起来 转身发布走出 就在沈初威快要准备通知 萧景岩儿子失踪的时候 便看见萧景岩抱住陶陶回来了 殿下 你在哪里发现陶陶的 书房萧景岩将儿子放在小床上 沈初威疑惑地跟过来 臣妾去书房找过 并未看见陶陶啊 萧景岩看住熟睡的儿子 本宫是床上发现他的 应该是完累了 沈初威送了一口气 但当他想起儿子 就爱拿朱笔写写画画 那么他去书房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 殿下 陶陶没钱坏事吧 没有不过 萧景岩说到这里 顿了顿沈初威 一颗心立刻提到嗓子眼 不过什么 萧景岩继续说 本宫在书案上放了一张宣纸 已经被陶陶写满了 虽然本宫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 不过 陶陶的确很喜欢书房 沈初威案松了一口气 好好说话 干嘛要大喘气 吓死他了 还以为儿子又做了什么错事 臣妾就说过 陶陶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这点像殿下 萧景岩看住儿子白皙的脸颊上 沾了不少黑色墨汁 本宫对他要求不高 和本宫一样便可 沈初威感觉 萧景岩的对儿子的要求 有一丢丢膏 毕竟儿子把他贪睡 这点继承了十成十 万一把他的懒也继承了 那就完求了这十 刘喜躬身走进来禀报 殿下 常良院落水高烧不退 萧景岩眉头一皱 好好的怎么会落水 刘喜低眉汗手 奴才也不知 常良院落水 是路过的侍卫就起来的 御医说晚一步恐怕便没命了 萧景岩哼了一声 本宫又不是御医 去了有何用 多派两名御医过去瞧瞧 奴才遵命 刘喜退出后 看见门口的淮香 似曾相识的画面 淮香急忙上前询问 刘公公 殿下怎么说 刘喜不冷不热地道 殿下正在忙 让咱家给常多 叫两名御医 给常良院悄悄怀 香不死心地道 刘公公再进去说一声 我家主真的病得很严重 殿下过去瞧两眼变好 刘喜有些不耐烦了 不管进去多少遍 殿下都是忙住拖 不开身 现在最重要的便是让常良院好起来 淮香愣了一下 只好回了新兰殿 提到落水 沈初威将宝宝们学游泳的想法 告诉了萧景岩 却遭到萧景岩的反对 宝宝们还太小 不适合学游泳 沈初威很认真地道 殿下 宝宝们可以学的 学会了游泳 就有了自救的能力 并不是沈初威一想天开 一岁的宝宝室 可以学游泳的 当然要在专业的陪同下 慢慢学 国内宝宝学游泳的比较少 国外的却很多 萧景岩也很认真地道 小九 本宫自然是知道学游泳的好处 可宝宝们太小了 学游泳会很危险 沈初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大概就是现代与古代的代沟 常良院醒来时是隔天下午 高烧昏睡这么久 刚醒来的她头痛不已 淮香见常良院醒来 喜极而泣 小主 你可算醒了 快吓死奴毙了常良院的意识 见清明起来 知道自己这是因为掉进湖里给冻的 当时她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我昏睡多久了 淮香说 已经一日一夜了 常良院又问 殿下可曾来过 淮香迟疑了一会 摇摇头 未曾 奴婢去找殿下时 被告知再忙便没过来 不过叫御医过来 给小主瞧病了 常良院握紧被褥 萧景岩果然心狠 她都病成这样了 萧景岩一次也没来过 想到自己落水时 酥酥笑得那么开心 分明就是在嘲笑她 淮香安慰道 小主 殿下说不定是真的忙 待不忙了一定会过来 瞧小主的常良院哼了一声 我瞧殿下心里压根就没有我 不然我 高烧至此 她也不闻不问 淮香有些心疼常良院 小主 咱们要想想办法才是 不能这样下去 不然 常良院垂谋沉思 当然不能这样下去 该是她的 必须是她的 谁也不许抢走 萧景岩这段时间 忙着批阅奏折 只因为皇帝 又推了一些事情给她做 所以比平日里还要忙 这时 秦霄推门进来禀报 主子 您上次派去南昭国 扎凤无忧的人回来了 第452章 关于奉无忧不为人知的事 找黑衣人疑问究竟 萧景岩谋色一顿 过去这么久 终于有消息了 她还以为会和以前一样 查不到半点消息 快点让她进来 秦霄退出去后 书颖便从外面进来 单膝跪地行李 主子 萧景岩道 起来回话 谢主子书颖站至身体 将自己查到的一一禀报 不可能的 属下也觉得奇怪 经多方查探 得知这场瘟疫 来得凶猛去得也快 短短不过一日 南昭国并未有任何损失 所以并未传开 书颖道 萧景岩冷哼一声 那就更奇怪了 瘟疫一日便退去 那还叫瘟疫吗 和下了一场雨有何区别 书颖低眉脸目 因为她也好奇 只是询问 许久 所得答案都是一样的 萧景岩沉思许久 想到暗阁里的话 玉石 还有黑衣人所说的那些话 让她想知道其中的真相 几年前 她派人去查过 南昭国皇室中人 并没有信奉的 书颖猜测 主子 有没有可能 其实没有凤无忧这个人 若无凤无忧这个人 本宫怎么会有她的画像 萧景岩想起那幅画上的人 与小九有着几分相似 或许是巧合 书颖低下头 她哪里知道 几年前去查过一点线索也没有 这次幸运一些 查到了一点线索 好像用处不大 书颖去南昭小半年时间 人瘦了不少 也表示这次前去吃了不少苦 萧景岩挥了挥手 你下去歇住吧 谢主子书颖退出书房 萧景岩垂眸瞧着手里的奏折 其实这次调查 她并未抱有期待 只是得到这个答案 依旧会有些失望 失去的记忆 对她来说 彷復没有什么影响 可黑衣人的话 却时刻提醒着她 失去的那段记忆很重要 刘喜 守在门口的刘喜公身走进来 殿下有何吩咐 萧景岩道 去把徐策飞叫过来 诺 刘喜领命退出去 转身去了一厢店 徐策飞正百无聊奈地 盯住手里的小铃档桥 因为她已经四个月没叫过了 等于四个月没见到君无限 说好的离开前要来说一声 结果屁也没留一个就走了 徐策飞原本是打算年底出宫的 因为舍不得沈初威和逃良院 所以打算今年开春再出宫 家可以随时回去 但出宫再见面就难了 当刘喜公身进来 告诉徐策飞殿下有失召见 换上以前 徐策飞一定会高兴地 好好打扮一番去见殿下 现在 她淡淡按了一声 便挥着小手帕跟住刘喜去了书房 进去后 徐策飞上前扶了扶身 殿下万福金安 萧锦妍抬起头望向徐策飞 发现她瘦了 徐策飞这四个月瘦了十来公斤 瘦得太过明显 萧锦妍想忽略都忽略不掉 起来说话 本宫有事要跟你商议 徐策飞比起前三年的嚣张跋扈 这会倒温晚了几分 殿下换臣妾来有何事相伤 萧锦妍不想浪费时间 对于徐策飞 开门见山最好 本宫想见黑衣人 你可有办法 提到黑衣人 徐策飞有一丢丢忧愁 太摇摇头 回殿下 臣妾也没办法 萧锦妍顿了顿 对于徐策飞的回答 似乎有些意外 那你平常是如何与黑衣人见面的 本宫可不信你们私底下没有见过面 见是见过 可每次都是 黑衣人主动来找臣妾 臣妾不知道如何去找黑衣人 徐策飞说完在心里叹了口气 自己若是知道早就去联络她了 也不用等四的多月 萧锦妍也是这回才知道 徐策飞与那个黑衣人 已经四个月未见 徐策飞没办法联系到黑衣人 自己若想找 恐怕比大海捞针还难 黑衣人若在找你 你告诉她 本宫想见她 徐策飞闻言 还以为萧锦妍要找黑衣人麻烦 若是真这样 下次想见面都难上加难了 殿下要见她做什么 她可没干什么坏事 虽然偷偷前进皇宫是不对的 可她也是帮了大忙的 太子妃被关进萧香阁时 臣妾还让她给太子妃送吃的 萧锦妍 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就开始护短了 夜闯皇宫已经是死罪一条 徐策飞自然知道夜闯皇宫的罪名 她极力为黑衣人说好话 可她不夜闯皇宫 臣妾便死在瘟疫上面了 太子妃也吃不到好吃的了 殿下可不能下追杀令 缉拿令什么的 萧锦妍 本宫见她是有事 并不是问罪 徐策飞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是问罪就好 她可不想军无限成为通缉犯 臣妾知道了 萧锦妍一挥衣袖 徐策飞便退出去 不能见到黑衣人 萧锦妍想要询问的机会也没有 因为现在只有黑衣人知道 凤无忧是谁 与她有何关系 处理完手边的事 萧锦妍便去了和欢店 正是掌灯时分 空中忽然下起了雪 沈初威带着儿子女儿来到廊下看雪 两个小家伙看见洋洋洒洒的雪花 比她还兴奋 沈初威伸出手借了雪花 高兴地递到宝贝们面前 宝贝们 这是雪花酥酥低头看住 沈初威的手掌心 小手指已经化成水的雪花 奶生奶气地道 是 花花 麻麻 花花 沈初威觉得 一岁孩子说话好玩又可爱 尤其是她那粉嫩嫩的小脸 用很认真的语气说话 简直把人都萌化了 雪花已经融化了 萧锦妍踏进和欢店时 看见的便是这一幕 那温馨的画面 让她忽略了呼啸而过的寒风 眼底的冷漠被温柔所替代 苏苏最先看见萧锦妍 她展开手臂高兴地朝萧锦妍飞扑过去 下雪天 路面湿滑 沈初威见宝贝女儿飞扑的姿势 吓了一跳 连忙追上去 萧锦妍也是一惊 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 将女儿抱进怀里 巴巴苏苏高兴地搂住萧锦妍的脖子 在那张俊脸上亲了一口 无骂萧锦妍瞧住女儿语 小九一样会笑得眼睛 她纠正道 叫父王 苏苏学着赶了一声 父王 虽然咬字不够清晰 却也能听出来是父王 萧锦妍夸道 学得不错 沈初威牵着儿子 看住面前的父女俩 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十八岁的时候 完成结婚生子 放在以前想都不会想的事 萧锦妍抱着苏苏走过来 腾出一只手牵着沈初威的手 发现她的手比自己的手还冰 外头冷 不要站在外面吹冷风 臣妾知道了沈初威跟住萧锦妍走进去 春喜将饭菜一端上桌 其中还有炉子 里面烫着菜 闻着兜香 两个小家伙分别坐在餐椅上 开始吃属于自己的那份餐点 萧锦妍端起碗 想起母后的生辰没几日了 母后生辰要到了 你觉得送母后什么生辰礼物比较好 沈初威将嘴里的饭菜吞进去后才开口 母后贵为皇后 金银珠宝不缺 绫络络络自然也不缺 不过 萧锦妍追问 不过什么 沈初威嘿嘿一笑 母后已经过了四十岁 女人最在乎的便是容貌 臣妾打算自制面膜和乳霜送给母后 萧锦妍又从她嘴里听见奇奇怪怪的词 有些好奇 面膜 乳霜 是什么 沈初威想了想到 就是保养皮肤的护肤品萧 锦妍想起以前母后在心里吐槽 父皇嫌弃她有余伪文 嫌弃她不如十几岁的姑娘 所有效果非常好的护肤品 的确是算很好的生辰礼物 这个生辰礼物不错 还是你有办法 母后带臣妾极好 臣妾当然要送母后最想要的礼物 沈初威属于别人带她好 就会加倍地带别人好 皇后对她是没得说 根本不存在什么婆媳矛盾 母后带小九 萧锦妍是看在眼里 比带她这个儿子还好 不过相比以前 她与母后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隔天 沈初威从空间取出一些对护肤有效的中草药 开始制作面膜和乳霜 萧锦妍今日不用上早巢 让人取来笔墨纸焰放在矮桌上 扑了宣纸 便将儿子抱进怀里 打算手把手教儿子学写字 滔滔拿到猪笔就开心到不行 就在这时 萧锦波气呼呼地从外头大不留心地走进来 哥 父皇居然让我把灵芯一起娶了 今日 萧锦波又提了取妃事宜 皇帝答应了 不过要他把韩姑娘与灵芯一起娶了 同为侧妃 第453章 这爱称真不要 气死太后可还行 沈初微抬起头 便看见萧锦波脸色有些不好看 明显是被气得 在榻上坐下来时 连衣白也不聊了 任其压在屁股下面 他发现 皇帝三宫六院 唯独萧锦炎和萧锦波没有集成皇帝的花心 反而很专一 苏苏正抱着小白丸 看见小黄叔来了 他高兴地跑过来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小黄抱抱 小黄叔的书发音有些难 所以 每次看见萧锦波直接喊小黄 萧锦波带两个侄子非常好 所以两个宝贝与他很亲近 萧锦波弯腰抱起苏苏 并纠正道 苏苏是小黄叔 不是小黄 为什么知道苏苏喊的是小黄 还得从一只小黄狗说起 萧锦玉每次叫宝贝们喊小黄叔 可苏苏每次都喊小黄 他以为是黄 直到他指着狗告诉苏苏 那是小黄狗 苏苏来了一句 你也是小黄 萧锦波 苏苏很认真地重复一遍 小黄 苏 萧锦波直接放弃了 待你再长大一点 我再纠正你 萧锦颜其实早就知道 弟弟要同时娶韩姑娘与灵星的事 是黄奶奶向父皇的提的要求 正巧他有读心术 提前得知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萧锦波愤愤不平地道 我当然不会娶灵星的 我答应过韩姑娘 只娶她一人 我不能食言萧锦颜反问 若父皇非你 要娶呢 那也不娶 要娶她自己娶 反正我不会娶 我也没那个福分 一下子娶两个 无福销售 萧锦波直接放狠话了 哪有逼着人娶老婆的 萧锦颜回答的言简一概 父皇更不会娶 萧锦波哼了一声 她后宫里的女人还少吗 十几岁的女人多了去了 也不差一个零星 父皇不会在那非了 萧锦颜垂眸看住儿子写的字 她教了都是比较简单的 即便如此 对于一岁孩子来说 都是很难的 萧锦波冷笑 父皇也不敢了 我若是母后 就会让父皇知道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萧锦颜谋色一顿 母后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身在高位 身不由一罢了 萧锦波翘住二郎腿 看住苏苏正挽着 她的发带上的流苏 哥 我想好了 父皇若逼我取零星 我就带着韩姑娘私奔 让她后回去 萧锦颜抬起头看向弟弟 这点和母后有些像 当初母后可是想过 无数次离宫出走 终于在宝宝满月后 跑了一次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不是没解决的办法吗 只能私奔了 反正韩女孩是不会介意的 萧锦波说得自信满满 萧锦颜淡定地回了一句 聘则为妻 笨则为妾 你想让韩姑娘为妾 萧锦波文言争住 因为她没想到这个问题 私奔也是为了欺负皇 让她乱做主 她当然不会让韩姑娘当妾 若是想让她当妾 她早就纳她为妾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 我不会让韩姑娘为妾的 苏苏小手捧着萧锦把的脸 嘴里喊住 小黄 萧锦波没忍住 又纠正道 我是小黄叔 不是小黄 小黄是狗 知道吗 苏苏歪住脑袋 想了想 奶生奶气地道 小黄 是 狗狗 萧锦波怎么听都感觉 苏苏在说她是狗 接下来几日 萧锦波每日都会去 御书房骚扰皇帝 父皇 儿臣不会取灵星为侧妃的 只会取韩姑娘为正妃 皇帝这两日忙得焦头烂额 学悦过近日有些不安分 他还没想出好的对策 偏偏儿子每日还过来烦他 娶一个也是娶 娶两个也是娶 你又没什么损失 萧锦波忍住去先奏折的冲动 父皇 儿臣损失可大了 娶两个 儿臣陪韩姑娘的机会变少了 还浪费时间精力去应付别的女人 儿臣好歹也是王爷 哪有那么闲工夫 皇帝不得已抬起头看向儿子 瞧着他气急 的模样和皇后真真是一模一样 想到皇后 他又叹了一口气 虽然关系缓和了一些 可皇后依旧不让自己亲近 他都当了快一年的和尚了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王爷 每日早朝你来过吗 你的封地你去看过一眼吗 你恐怕自己名下有多少房产地气 都还不清楚吧 萧锦把眨巴两下好看的 桃花眼因为早朝需要早起 他懒得去 反正他当的也是贤侄 而父皇说的 他确实一样都不知道 皇帝又问 你有阵忙吗 萧锦波愣住 皇帝瞧见儿子没话说了 他哼了一声 既然没有 你怎么就没有时间陪韩姑娘了 萧锦波礼亏不代表就不敢反驳了 儿臣做不到父皇左拥右抱 儿臣只要韩姑娘 韩姑娘必须为正妃 你胆子 越来越大了 还拿朕与你比较 出去 朕还有正事要忙 皇帝不想与儿子浪费时间 他还想着早点忙完去找皇后 萧锦波比直地站在龙岸前 没有走的意思 而是郑重其事的道 父皇 儿臣只想娶韩姑娘 皇帝被吵了烦了 只好给儿子指了一条名 路 要你娶灵星的是太后 你若能说服太后 朕便勉强你 好嘞 儿臣告退 萧锦波的高兴地转身就走 皇帝又叫住他 太后年纪大了 身子不好 说话注意分寸 儿臣知道了 萧锦波说着便急忙赶去了慈宁宫 此时慈宁宫 太后正躺在榻上 享受着激辛的服饰 年纪大的 腿经常发酸 垂垂会好一些 萧锦波大步走进来 上前见礼 孙儿给皇奶奶请安 灵星瞧见萧锦波来了 起身朝萧锦波扶 辽扶身 把王太后瞧见萧锦波 笑着朝他招招手 月儿来了 灵星转身打算去偏店戚茶 经过萧锦波身边时 她含羞待怯地走出去 萧锦玉并未注意到灵星 她静止来到太后面前 皇奶奶 孙儿这次来是想告诉您 孙儿不想娶灵星姑娘 太后愣了一下 没想到孙子来 是为了 这件事 她疑惑地问 怎么了 灵星姑娘不好吗 萧锦玉很认真的道 灵星姑娘很好 可再好孙儿也不能娶她 孙儿只想娶韩姑娘 太后恨铁不成钢 你这孩子 韩姑娘哪里有灵星好 萧锦玉道 黄奶奶 在孙儿眼里 韩姑娘是最好的 比灵星好一千倍 太后耐心劝 你与韩姑娘相处这么久 自然是这样想 若你娶了灵星 日久相处起来 便知道 灵星比韩姑娘好一千倍不止 萧锦玉受不了 韩姑娘被说不如别人 面前这个人是她奶奶 换个人 她屋顶都能掀了 皇帝说得不错 萧锦玉这性子 像极了当年的皇后 黄奶奶不是喜欢 灵星吗 您怎么舍得让灵星嫁出去呢 喜欢就要留在自己身边 太后文言有些不高兴 应该是被气的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灵星一个姑娘是要嫁人的 这么好的姑娘 哀家才让你娶 哀家能害你不成 萧锦玉小声反驳 孙儿也不会害您啊 太后年纪大了 哪里受得了 巨巨被人反驳 反正灵星你必须娶 那个韩姑娘有什么好的 一个女人个子那么高 哀家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影迹 萧锦玉文言有些生气 黄奶奶 你怎么能这样说韩姑娘呢 韩姑娘好得很 反正孙儿就喜欢韩姑娘 别的女人不想娶 你 你 太后捂住胸口 一副难受的模样 萧锦玉吓到不行 黄奶奶 你怎么了 下一秒 太后便晕过去 萧锦玉见状 急忙喊人 快 快去御医过来 黄奶奶晕倒了 门口的御嬷嬷急忙请来御医 一翻诊卖后 萧锦玉紧张到不行 皇帝和皇后闻讯赶过来 看见萧锦把 便是一顿讯 不是告诉你 说话要注意分寸吗 怎么把太后气晕倒了 父皇 儿臣也不知道 儿臣随口说了几句 儿臣也不知道 黄奶奶这么脆弱 萧锦玉低住头 心里内疚到不行 她已经控制自己 只是没想到 黄奶奶接受能力这么差 皇帝气到不行 待会 再找你算账 说完拂袖走到床边 去查看太后的病情 皇后拉着儿子到一边来 小声询问 这到底怎么了 萧锦玉此时内疚得很 说话底气不足 儿臣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皇后见儿子是铁心 只想娶韩姑娘 和大儿子一样 只想要沈初威 自己生了两个儿子 都不像狗皇帝经过御医诊断 太后是被气的 加上刺激 所以才会晕倒 太后年纪大了 不能受刺激 要事事顺住 若有下次 恐怕会有性命之优啊 御医道 沈初威与萧锦言来的时候 听见的辩识这句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萧锦玉听了御医的话 悔不当初 早知道憋着不说了 太后醒来时 看见床边上围住这么多人 她缓缓道 哀家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中用了 萧锦波坐在床上 主动认错 黄奶奶 是孙儿不好 不该说那么多话 让您不高兴 第454章 想喝酒壮胆 没办法怕媳妇 是哀家身子骨不行了 半身子净土的人 也没两年活头了 就想见月儿能娶了灵星 给哀家再添两个增孙子 这样哀家也能放心地走了 太后抓着萧锦波 缓缓说着话 几乎是说一句喘两口气 彷復下一秒便断了气 幻平时 萧锦波一定会回两句 只是现在看住太后出气多敬气少 敏感又脆弱 她哪敢多说一句 万一一句话不对头 受了刺激 那她就是罪人了 皇帝温身安抚 母后 您现在需要多歇息 待您身体好了 就可以为把儿主持婚礼了 太后文言望向萧锦波 浑浊的眼底满是期待的眼神 那波 而是愿意娶灵星了 皇奶奶萧锦波差点哭出来了 她不想娶灵星 可又怕皇奶奶受刺激 可是点头答应她又做不到 实在是太委屈了 太后期待地看住萧锦波 期待她的回答 皇帝见儿子迟迟不说话 她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宝儿 你皇奶奶在问你话呢 皇奶奶 孙儿 萧锦波瞧住太后 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能出院一两个字 沈初威紧紧搂着萧锦炎的手臂 看住萧锦波被迫娶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同时又要对心爱的女人食言 顿时有些心疼她 也让她见识到 即便是身为王爷的萧锦波 最受宠的皇子 自己的婚事 自己却做不了主 她抬起头看向萧锦炎 想当初她刚立太子那会 皇后可是找了二十个女人 供她挑选 真难为她了 不过当时的萧锦炎并没有选 而是将那妃娜妾一事 让皇后全权负责了 萧锦炎发现 沈初威看过来的视线 垂眸瞧了一眼她 只见她露出十分同情的目光 随即又露出心疼的眼神 她握紧她的手 并未言语 最终 萧锦波在双重压力下 被迫点点头 太后这才露出笑脸 不怪哀家疼你 太后病重需要静养 大家探望后便先后离开 萧锦波神情落寞地走出来 经过廊下时 遇见灵星 她脚步一顿 抬起头问她 黄奶奶的意思 你怎么看 灵星缓缓抬起头 柔情似水的眸子 望向萧锦波 名女之身一人 太后带名女如亲人一般 名女自然是听太后的 萧锦波露出一丝怜悯的眼神 太委屈你了 说完便大步 离开 灵星站在廊下 看住萧锦波离开的背影 萧锦波真的很温柔 说话直 也没什么心计 即便当侧妃 也没什么不好 萧锦波没有回 直接回甘城殿 而是去了东宫 来的时候正好是晚膳时间 萧锦波瞧住满桌的饭菜 侧头看向沈初威 委屈巴巴的道 嫂子 没酒吗 沈初威瞧着萧锦把委屈的样子 看样子是想挤酒消愁了 有啊 我去帮你拿 家里酒有不少 不过用膳食 萧锦炎没有喝酒的习惯 所以餐桌上并没有酒 沈初威取来一瓶竹叶青放在餐桌上 萧锦炎扫了一眼桌上的竹叶青 只见萧锦波拿起酒瓶给自己满上 端起来便一口饮尽 接着又到第二杯 他提醒道 喝酒可以 不准超过三杯 萧锦波举起酒杯的动作一顿 委屈巴巴的看向太子哥哥 哥 你弟都这样了 还不许多喝两杯 萧锦炎 淡淡的道 喝酒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因为解决不了 我才想多喝几杯啊 待会回去不知道该怎么和韩姑娘说 萧锦炎说着 便举起酒杯饮尽杯中酒 萧锦炎谋色一顿 他自己也经历过 自然能体会弟弟此时的心情 既然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就接受 你只是答应娶回去 又没有答应与他情色和名 话是这么说 可娶一个人回去 韩姑娘他 萧锦波心里憋闷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仰头一口饮尽 男子汉大丈夫 说到做不到 算什么 沈初威咬了一口红烧肉 看着萧锦把如此难过 便主动拿起酒瓶 给他倒酒 虽然喝酒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喝醉了可以睡个好觉 有什么烦恼明日醒来再说 萧锦波感激地看向沈初威 嫂子喝吗 沈初威用力摇摇头 我不 喝酒 酒量太差了 酒瓶也不怎么好 他喝醉两次 两次都对萧锦颜各种占便宜 重点是 喝醉了容易断片 万一把自己是穿越者的事说出来 那就完了 那有什么 有我哥在 没人敢欺负你 萧锦波说着扭头看向萧锦颜 哥 我说的对吧 萧锦颜 喝完这杯不准 再喝了 萧锦波是了解太子哥哥的 向来说话不二 他只能讨价还价 我再喝一杯壮壮胆总可以吧 不然回去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韩姑娘开口 沈初威看住萧锦波的怂样 没忍住笑出来 殿下 把王这是七管言 萧锦颜问 什么意思 沈初威解释道 俗话就是怕媳妇萧锦凡 闻言 觉得 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这不叫怕 这是尊重 沈初威配合住点点头 问问 都一样 萧锦颜瞧着弟弟又倒了一杯酒 不怕还需要喝酒壮胆吗 不过即便如此 萧锦颜还是只让弟弟多喝了一杯 便拦住他不让他喝 别喝了 萧锦波露出祈求的眼神 哥 我还没醉呢 你以为喝醉了就能告诉韩姑娘这件事 萧锦颜淡淡地告诉弟弟真相 你只会一头睡过去 萧锦波闻言想了一会 觉得太子哥哥说的有道理 所以也没再继续喝酒 只是心里唯一的寄托没了 顿时忧愁加倍 沈初威握紧筷子 加了十块红烧肉放进自己的碗里 然后忍痛将剩下的红烧肉 退到萧锦波面前 吃些红烧肉吧 肉也能解愁 萧锦凡叹了一口气 加了一块红烧肉送进嘴里嚼了嚼 吃完又加了一块红烧肉送进嘴里 沈初威眼睁睁地看住萧锦波 一口接一口地把他最爱的红烧肉吃完 顿时心疼到不行 低头看住碗里的红烧肉 还好他留了十块 萧锦波用完晚膳便离开了东宫 喝了五杯酒 当时没觉得喝醉 只是后劲有些大 回去的路上就已经有些醉意了 夜里的寒风冰冷刺骨 让萧锦波清醒了几分 吹了一路的冷风 酒醒得差不多 萧锦波垂头丧气回到干城殿 推开请殿的门 便看见坐在桃花木桌前的韩姑娘 顿时心虚到不行 韩姑娘这等人的习惯 一直没改过 韩姑娘还没睡呢 萧锦波抬脚走过去 刚坐下来 就听见韩姑娘问 喝酒了 萧锦把刚踏进请殿 韩姑娘便闻见了酒味 萧锦波只有出去 玩的时候会喝些酒 自从他说过不准喝后 萧锦波便收敛了不少 偶尔会偷着喝 我晚上在太子哥哥那里吃的 你知道的 当太子压力有些大 我哥让我陪他喝几杯 我当弟弟不能拒绝对吧 萧锦把说谎时 心跳都比平时快了几分 连正眼都不敢瞧韩姑娘 韩姑娘提起茶壶 给他倒了一盏茶 放在他面前 喝了多少 没喝多少 也就五 萧锦波原本想说五杯 怕韩姑娘生气 他立刻改了口 就三杯 我哥喝了五杯 萧锦波说完 端起面前的茶水 低头喝起来 实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 我让人准备热水 先沐浴 韩姑娘说着站起身走出去 萧锦波 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被韩姑娘发现 自己在说谎 他继续喝着茶 他该怎么跟韩姑娘说 自己必须要取零星 怎么开口 韩姑娘从外面走过来 热水准备好了 萧锦波正想着怎么的开口 突然听见韩姑娘的声音 吓得他没端稳茶盏 差点掉下来 他急忙扶住茶盏 放在桌上 起身逃逝地走到屏风后 韩姑娘垂眸瞧了一眼 桌上洒的茶水 抬眸看向屏风后 抬脚走过 萧锦波一边脱衣服一边 想如何向韩姑娘开口 还能让韩姑娘不生气的办法 我帮你宽衣 韩姑娘走到她面前 伸手去解她的衣袋 萧锦波看住突然走过来的韩姑娘 连呼吸都忘记了 是背下的她任由 韩姑娘解开衣袋 将外袍脱下来 放在一旁的衣架上 接着便是中衣 随着衣袋解开 衣巾大开 露出结实的胸肌 萧锦波虽然是闲散王爷 可也常去教场练骑射 这三年来 不仅身高长了很多 身材也练得很好 胸肌腹肌一块也不少 韩女孩看住眼前百里透红的肌肤 萧锦波肌肤很白 只有喝酒的情况下才泛红 喝得越多越明显 百里透红的肌肤 一看便知喝了不止三杯酒 萧锦波此刻正心虚 韩姑娘伺候她沐浴 换做平时她还是很高兴的 顺便拉着她一起 只是现在 她只想快点洗完 沐浴更衣 整个过程 萧锦妍都想开口提那件事 可是一看见韩姑娘清冷的眼神 她就开不了口 第455章坦白后哭了 让人惊喜的鹤里 韩姑娘替萧锦波系好衣袋 抬起清冷的毛子望向她 见她盯住自己不说话 她伸手俯上那张俊脸 刚沐浴完 脸颊有些红 发什么呆 萧锦波回过神来 心虚地牵着韩姑娘的手 走向床榻上坐下来后 将她扯进自己怀里 韩女孩顺势坐在她腿上 今晚的萧锦波有些奇怪 眼神闪躲不敢看自己 平常的萧锦波可是很黏她的 她低头看住萧锦波 双手捧着起她的俊脸 你是不是遇见了什么事了 萧锦波心虚地撇开视线 搂着她的仙腰 将头埋进她的脖梗 嗅到 诱人的香味 顿时有些口前舌燥 你身上好香 韩女孩听过萧锦波说过几次 自己身上有香味 可偏偏自己闻不到 她低头看住身上的男人 发现她后脖子那里也红了 你晚上到底喝了多少酒 不多 你看我还是很清醒的 萧锦波抬起头 吻上韩姑娘的唇 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 韩姑娘察觉到 萧锦波的急不可耐 隔住薄薄的衣料 可以清晰地感受 她那滚烫的肌肤 明明就醉了 还说没醉 我还要娶别人了 我知道你会生气 萧锦波再次埋进她的脖梗处 不敢抬头去看她 韩姑娘谋色一顿 以为自己耳须听错了 她追问 你刚才说什么 萧锦玉闷闷地重复一遍 我答应你的事做不到了 我娶你的同时还要别人 韩姑娘这次听得清楚 萧锦波还要别人 说好只娶她的 现在要娶别人 要娶谁 黄奶奶要我娶灵星 我答应你的事 没做到萧锦波说着说着 便哭了 委屈极了 韩姑娘听到灵星 眉头皱了皱 忽然想到秋为狩猎时 灵星说的话 看样子是有十足的把握 才敢这么说 就在这时 她感觉肩头那里湿润一片 接着又听到萧锦波道 韩姑娘 我怎么办啊 韩姑娘 该哭该闹的人 不应该是她吗 你闹是几个意思 萧锦波哭得极为伤心难过 我不想娶灵星函 姑娘听着萧锦波哭得 实在是太伤心 让她听着淤心不忍 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道 那就不娶 可是不娶 我黄奶奶可能会被我给我气死 萧锦波紧紧抱着韩姑娘 太过伤心难过 那眼泪一直没停过 韩姑娘这回是算明白了 是老不死的逼住萧锦波去取灵星 像萧锦波的性子 若不是自愿想娶 谁也不管不了她 可是老不死的是萧锦波的黄奶奶 从小就疼萧锦波 她心善又怎么会不顾黄奶奶的安危 那便娶 萧锦波文言难过的心口发疼 她猛地抬起头看向韩姑娘 你怎么能让我娶别的女人呢 你应该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 不许我娶别人 韩姑娘看住哭红眼睛的萧锦波 伤心像孩子似的 她掏出手帕擦拭住她眼泪 我不让你娶 你就能不娶吗 萧锦波文言顿了顿 心里难受的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黄奶奶 不娶黄奶奶若出事 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自己 可是娶了灵星 我也原谅不了自己 韩姑娘擦拭的动作一顿 她冷笑 那我要你不去管太后 你能做到吗 萧锦波哭住道 做不到 我小时候黄奶奶很痛我的 韩姑娘定定瞧着萧锦波 见她哭红眼睛的模样 明明受委屈的是她 该哭的也是她 她却比自己还要伤心难过 萧锦波见韩姑娘不说话 便有些慌了 你可不能不嫁我 韩姑娘嗓音轻冷 那就一起娶了 萧锦波委屈得道 可我不想娶不喜欢的女人静服 那不是打扰我们二人事件吗 韩姑娘 韩姑娘的沉默 让萧锦波又慌了 她拉住韩姑娘的手 来到自己胸口的位置 嗓音依旧委屈 这里难受死了 你都不难过吗 韩姑娘瞧着萧锦波委屈的模样 到底是温室里长大的人 单纯地让人没办法 还要心疼她 该伤心难过的人是我 不提还好 一提萧锦波更难过了 我看你一点也不伤心难过 不哭不闹的 反倒是我 难过得要命 韩姑娘冷笑 我若闹起来 会出人命的 萧锦波闻言一把抓住韩姑娘的手 你该不会是想杀了灵星吧 韩姑娘反问 不杀她难道杀太后吗 萧锦玉急忙捂住韩姑娘的嘴 话不能乱说 黄奶奶不能动 还有机心 她也是被逼无奈的 太后待她有恩 她只能听从 韩姑娘挑眉 还没过门 你就护着她 萧锦波急忙解释道 我没护着她 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也是十分痛苦的事 韩姑娘 你还是可怜可怜自己吧 萧锦波再次将她拥进怀里 贴着她耳边道 我有你 怎么会可怜 韩姑娘凉凉地开口 可你 要娶别人 萧锦波又难受又委屈起来 所以我好难过 你都不安慰我 韩姑娘忍不住提醒 你是男子 萧锦波道 男子就不配伤心难过了吗 娶一个不喜欢的人 已经是天大的委屈了 韩姑娘 萧锦波抬起头抱住她一起滚进床里 低头看住身下的人 很认真地道 你给我生一个孩子吧 你生的孩子一定和苏苏一样可爱 韩姑娘闻言顿了顿 瞧着萧锦波一脸期待的模样 她问 若生不出来呢 萧锦波疑惑地问 怎么会生不出来 韩姑娘没回答 主动搂着萧锦波的脖子 抬起头吻上她的唇 萧锦波有些情动 腾出手放下床脉 遮住屋内的灯光 同时也遮住床内见风光 皇帝想着皇后的生辰要到了 也打算为她准备一份礼物 她想送一个特别的礼物给皇后 等到皇后生辰那日 皇帝举办了隆重的生辰宴 沈初威带住生辰礼物 跟住萧锦年一家四口去参加生辰宴 刚进大殿 两个小家伙手里都抱着寿陶 便自主地朝龙椅跑过去 皇帝与皇后瞧见宝贝们来了 发现怀里还抱着寿陶 立刻露出高兴的笑容 正当他们展开双臂迎接两个小家伙时 便看见他们走到镜前 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然后有模有样的磕头 爷爷 奈奈 安安 突如其来的请安 让皇帝与皇后都愣了一下 一岁出头的孩子请安 他们还是头刺剑 两个小家学的有模有样 非常招人喜欢 皇帝龙颜大跃朝他们招招手 陶陶 苏苏到皇爷爷这里来 陶陶苏苏从地上爬起来 迈着两只小短腿走到皇帝与皇后面前 苏苏举起手上的桃桃送给皇后 桃桃 奶奶桃桃也将手中的兽桃送到皇后手里 皇后看住手上的两只兽桃 还是宝贝孙子孙女送的 请安是春喜手把手教的 教了很多天 才让宝宝们能大概做出请安的姿势 一开始苏苏抱着兽桃就以为是自己的 无论春喜怎么教 就是不舍得将兽桃拿出来 不仅如此 苏苏抱着兽桃就往嘴里送 为了让苏苏成功把兽桃送出去 春喜也是煞费苦心 苏苏嘴馋爱吃 只能将兽桃抹了柠檬 当苏苏咬了一口后 就再也没吃过的 兽桃是用巧克力做的 云贵妃瞧两娃的举动 才多大就知道哄皇帝高兴了 长大了还得了 皇帝抱起苏苏 当着众人的面夸道 还是桃桃苏苏最聪明 这么小就知道给皇爷爷皇奶奶请安了 云贵妃与德贵妃相视一眼 都没计划 恨不得当隐形人 免得让人发现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孙子一岁的时候 啥也不懂 别说请安了 到了送生辰贺礼的环节 等轮到沈初威和萧景年时 他抱着生辰贺礼离席来到大殿之中 说出早已准备好的贺词 然后众目睽睽之下 将贺礼送出去 轻英从沈初威手里接过贺礼 来到皇后身边 打开盒子给皇后瞧了眼 前面送的都是珍贵的珠宝 或新奇珍贵的小玩意 唯独沈初威送的东西很不一样 皇后好奇地问沈初威 太子妃 这是些什么 沈初威解释道 回母后 里面分别是面膜和乳霜 可以改善肌肤暗黄 改善随着年增长的岁月痕迹 使用后 会年轻好几岁 皇后文言心里很高兴 因为她缺的就是这个 她让轻英收起来 带回去后再仔细看看 在座的嫔妃们 文言都怀疑太子妃是为了讨好皇后 才送的这些没什么用处的东西 也只有皇后把那些东西当宝贝 两个月后 嫔妃们看见皇后都惊呆了 庞扶年轻了好几岁 都求着皇后想要先面膜 沈初威与萧景言 送完贺礼再回到席位上 待生辰宴结束后 皇后回到凤一宫 迫不及待地打开 沈初威送的贺礼 保养品沈初威 写了详细的使用方法 以及使用效果 皇后拿起义盒上面写面膜 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瓶子 还有一张纸 待看完使用方法以及效果后 皇后便迫不及待地想尝试 轻英 去取水过来 本宫要洗脸 诺轻英退出去后 没多久便端住水过来 皇后在轻英的服饰下洗好脸 然后拿起面膜打开 看见里面膏状的东西 黑黑的 让人怀疑这东西能脸上 出于对沈初威的信任 皇后还是让轻英 将黑黑的面膜 涂抹在自己脸颊上 只留了眼睛和嘴巴 轻英也是看过使用效果 涂抹完后 忍住笑去准备水 皇帝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 来到凤仪宫 当他推开门走进来 看见一张黑漆漆的脸时 蛀石吓了一跳 第456章 以为皇后得了绝症 喝断片后的萧锦波 在线求原谅 皇帝吓得倒退几步 怒吓一声声 你是谁 胆敢在阵面前装神弄鬼 凤仪宫虽然点了很多盏宫灯 光线依旧很暗 突然看见一张发黑的脸 也不怪他会吓到皇后 原本是躺在贵妃榻上 想到审出威颂的乳霜 便想拿过来瞧瞧 谁知道站起身 就看见狗皇帝来了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本来还想着行礼 现在 不动手就不错了 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连臣妾也认不得吗 实用说明那里提醒过 面部动作不一过大 很容易加深法令文的 说明皇后说话时 都是用喉咙发音的 即便如此 皇帝还是听出这声音 是皇后的 你是 皇后 皇帝盯着那张发黑的脸 吓到不行 朝门外大喊 快传御医 如此筑籍的嗓音 李公公就猜到 肯定是出大事了 急忙转头去叫御医皇帝那一声吼 让 皇后猛逼在现场 皇帝急步上前 将皇后抱进怀里 安抚道 皇后 不怕 待会御医就来了 不会有事的 皇后 这发的是什么疯 皇后不知道自己 敷了黑色面膜后的样子 把狗皇帝给吓住了 只是狗皇帝这反应 助食让他惊呆了 喂狗 皇帝这么一抱 明皇的衣袍蹭了一块黑色 皇后看见了顿时心疼到不行 就那么一点面膜 半张脸都被蹭掉了 他急忙推开狗皇帝 皇上快松开 皇帝以为皇后这是害怕了 他不但没松开皇后 反而抱得更紧 信誓旦旦的道 朕不怕 即便是传染病 朕也不怕 皇后也不用怕 有朕在你身边 皇后推挤的动作一顿 狗皇帝以为自己得了传染病 他生辰这天 生辰梅鹤里便算了 还说他有病 御医是被李公公一路拖来的 因为嫌御医走路太慢 皇上 御医来了 李公公说完才大口喘气 御医被一路拖拽 一把老骨头差点散架 他颤巍巍地行礼 皇上 皇后 皇帝听见脚步声 便拿起一旁的手帕 系在皇后的脸上 试图遮住他那张黑漆漆的脸 皇后有多爱这张脸 他可是比 谁都清楚 若让别人瞧见这张脸 皇后哪里接受的了 皇后一脸猛逼 皇帝急声命令道 快给皇后诊脉 事事是 御医连到三生事 便提着药箱走进来 皇后被皇帝牵着来到榻上坐下来 然后拿出他的手给御医诊脉 御医按部就班地掏出方帕 搭在皇后露出来的一节 白皙的手腕上 刚诊完脉 皇后便站起身走向脸盆 因为时间到了 该洗脸了 皇帝急问 御医 皇后如何了 御医公身回道 回皇上 皇后身体安康 并无大碍 皇帝追问 那皇后的脸 为何会变成那样 御医支支吾吾半天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皇后洗好脸 便来到梳妆台前 拿起乳霜 打开盖子 用手指腹粘了一点 均匀地涂抹在脸颊上 皇帝 一眨不眨地 盯着皇后瞧了半天 刚才还黑乎乎的脸 这会变得很白净难道 正刚才看眼花了 戴玉一走后 皇帝起身来到皇后身边 低头盯住她那张脸 瞧了好一会儿 灵儿 你刚才的脸 怎么是黑色的 因为臣妾敷了面膜 皇后拿出 神出威颂的面膜 给皇帝看 皇帝打开盖子 便看见黑漆漆的东西 这就是皇后刚才 抹脸上的 她还以为毁容了呢 皇后照镜子 摸着自己的脸 发现光滑细腻了不少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皇帝盒上盖子 将面膜放回原位 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平时赏赐嫔妃 就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送给皇后礼物 会莫名地紧张 时宜许久 她将盒子递到皇后面前 温声道 这是朕给你准备的 生辰鹤礼 皇后有些惊讶地 看住面前的盒子 是暗黑色的盒子 灯光下隐约可见 和深的流金暗闻狗皇帝 居然准备了生辰鹤礼 她拿过来 盒子有些分量 也不知道 里面 什么 左不过就是那些珍贵的首饰 她不抱期待地打开盒子 看见里面盒子里面 躺着一只木簪 而这只木簪 与十五岁生辰时 狗皇帝送的那只木簪 一模一样 她拿起木簪 仔细瞧了两眼 簪身打磨得很光滑 梅花 栩栩如生 皇后拿着 簪子抬起头 看向皇帝 皇上怎么想着 送臣妾簪子 朕就是想试试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不能雕出 一模一样的簪子出来 灵儿觉得这簪子 相比以前那只如何 皇帝满眼期待地 看住皇后 之所以叼这只木簪 是因为她已经 有一年没见到皇后戴了 所以想重新送一只 皇后低头瞧着 手里的簪子 与以前那只很像 却又不一样 可能与新晋有关系 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年纪 不缺银不缺金的她 收到一只木质发簪 还是萧綦亲手雕琢的 自然是比得了珠宝 还要开心 现在 皇后抬起头反问 皇上觉得这只簪子 与以前那只 一样嘛 皇帝握住皇后 拿着簪子的手 缓缓开口 自然是不一样 同为生辰鹤里 心意相同 意义却不同 皇后很不给面子地 回了一句 不都是为了讨臣妾欢心 被戳穿心思的皇帝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纳绫儿可还喜欢 还行吧 皇后拿着簪子把玩住 那只簪子 她并未带回宫 而是所在了扶摇居 那间首饰盒里 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放下了 没想到狗皇帝 又送了一只 一模一样的簪子 虽然这个答案有些敷衍 皇帝还是很高兴的 歇息时 皇后躺在床上 看住狗皇帝 慢条丝里的脱衣服上床 每次都是仗着自己 是皇帝硬层床 当床慢拉上后 皇后闭上眼睛睡觉 感觉身后贴上来 一具温热的身体 湿热的呼吸喷不而出 正贴着后脖子上 她色缩了一下 皇帝不要脸地贴上来 灵儿 都过去一年了 还在生真的气吗 臣妾不敢身后的身体紧贴着 能清楚地感受到 温度在逐渐升高 她往里面挪了挪 试图离身后的人远一点 只是她刚往里面挪了一点 身后的人又紧接着贴上来 这次直接搂住她的腰 灵儿 你都不想震吗 皇后抓住那只不安分的手 只是戾气比不过狗皇帝 还是让她得逞了 许久没刑防 哪里受得了狗皇帝如此撩拨 没一会功夫 皇后出于本能反应 身体很快便软下来 灵儿皇帝埋进她脖子里 滴滴换住皇后的闺名 皇帝 皇后有些抗拒地想推开狗皇帝 只是力气没狗皇帝大 皇后那句狗皇差点脱口而出 皇帝太久没有与皇后行房 激动之余难免有些控不住自己 深夜时分 皇后都怀疑天是不是亮了 狗狗皇帝不要休息的 皇帝附身在皇后耳边 哑声道 朕这几年并未与他们同房 今后也不会 这几年最受宠的和妃 也只是有名无实 之前最受宠的宁妃 也是因为与皇后之气 多喝了几杯 才让宁妃趁机事情有了身孕 萧景波前日喝醉了 而且还喝断片了 明明回干城殿时还是清醒的 沐浴后醉意一下子就上来了 也说明酒的后劲很大 隔间片的萧景波 自然是不知道自己抱住 韩姑娘哭的那段 堂堂男子汉居然哭得那么伤心难过 隔天 韩姑娘见萧景波望望 便没再提起 其实喝醉后的萧景波 有时真的单纯像个孩子 只是在床上时 就像只小狼狗 萧景波牵着韩姑娘走在回去的路上 喝断片的她忘了自己已经坦白过了 这两天一直想找机会 与韩姑娘坦白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韩姑娘抬起头看向萧景波 你去御花园做什么 萧景波心虚地回道 不去御花园 咱们回家 韩姑娘 扫了一眼面前的路 那你瞧瞧 现在往那边走 萧景波停下脚步 抬摩望向前方 急住两边的宫灯 才发现是通往御花园的路 她收回视线 看向韩姑娘时 有些尴尬 天太黑 我没看轻路 韩姑娘并未戳穿她 回去吧 萧景把点点头 笨 就在这时 韩风袭来 带着雪花 萧景波突然停下脚步 等一下 韩姑娘疑惑地询问 怎么了 萧景波并未说话 她双手来到身前 解开壶球 然后劈在韩姑娘身上 这三年 萧景波的身高突飞猛涨 已经高出韩姑娘很多 细壶球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萧景波看着自己 站住轻手记的壶球 很得意地道 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还没你高 现在 我比你高了 韩姑娘抬起头 看向面前的男子 出认识时 她还是个少年 现在已经长大了 她主动牵着萧景波的手 回去吧 外面冷 萧景波纠结许久 还是决定趁着现在 与韩姑娘坦白 韩姑娘 我有话要同你说 韩姑娘停下脚步 抬起头看向萧景波 什么话 萧景波正要开口时 被一道女生给打断 欲望 灵芯提着灯笼走过来 看见萧景波 上前扶了扶身 萧景波侧头便看见 灵芯提着灯笼立在寒风中 灵芯姑娘 你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灵芯柔声道 明女去了一趟太医院 正巧路过 瞧见破王变过来了 萧景波心想 自己正好想坦白 灵芯就出现了 当着韩 姑娘的面 正好把这件事说开了 韩姑娘可能就没拿 妈生气了 灵芯姑娘 你来得正好 第457章 大婚独守空房 卫保大厦亲自领兵 沈初威 求带领 心看了一眼 萧景波身边的韩姑娘 再次望向萧景波时 眼底满是柔情似水 波王是有事同名欲说吗 萧景波终于鼓起勇气坦白 韩姑娘 黄奶奶让本王娶灵芯姑娘 韩姑娘淡淡地道 然后呢 萧 景波愣了一下 韩姑娘的反应为何如此平淡 不该生气的吗 本王是被迫的 灵芯也是 韩姑娘你不生气吧 韩姑娘冷冷扫了眼灵芯 她勾起唇角 我为何要生气 萧景波在没有坦白前 想过无数个韩姑娘 得知真相后的反应 有生气拂袖离开的 有生气摔东西 甚至打她的一巴掌 骂她不是男子汉 说好只娶她一个人 想了那么多 唯独没想到韩姑娘如此平静 这是一点也不在乎 灵芯听见韩姑娘的话 有些意外 在秋为狩猎时 韩姑娘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勾起唇角浅浅一笑 韩姑娘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日后你我一同嫁入东宫 可以更好地伺候御王 韩姑娘清冷的眸子 望向灵芯 把王说 你是被迫的 为什么我瞧着你很开心呢 灵芯抬眸看向萧景波 笑了笑道 太后恩典为名女指婚给把王 破王得才兼备 是名女高攀了 不该高兴吗 韩姑娘眸色冷下来 好一个伶牙利齿 还是委屈灵芯女孩了 萧景波其实想说 她也很委屈 韩姑娘收回视线 望向萧景波该回去了 外面天寒地冻的 萧景波也觉得该回去了 灵芯姑娘 本王先回去了 萧景波说完 便牵着韩姑娘的手往回走 灵芯提着灯笼 站在寒风中 看住萧景波牵着韩姑娘的手 缓缓离开 视线落在韩姑娘身上的胡球 没猜错的话 那是萧景波的胡球 萧景波带韩女孩也很好 嫁给她后 不知萧景波会不会如此带自己 不管如何 嫁给萧景波比萧景妍更明智 一回到甘城殿 萧景把拉着韩姑娘回到寝殿 一边解开胡球记带 一边不满地道 你为什么一点也不生气 韩姑娘反问 生气有何用 萧景波 手上的动作一顿 看住韩姑娘淡定从容的表现 明明害怕她生气 这回不生气了 自己反而很生气 你是不是不想嫁给我 韩姑娘搂着萧景波的 波子 主动吻她 不要胡思乱想 洗歇洗吧 萧景波叹了口气 你给点反应 我也不至于胡思乱想了 萧景波的婚期定在下月初 转眼间婚期将至 甘城殿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 萧景波同时迎娶两位侧妃 因为两位都是民间女子 省去了很多过程 同时因为不是正妃 所以礼节又少了很多 皇帝与皇后坐在宝座上 看着儿子迎娶侧妃 也很高兴 沈初威与萧景妍 一起去参加婚宴 所做的席位也是靠前的 看着萧景波身穿红色洗服 手里拿着红绸 一边一个身穿浅红色洗服 萧景把侧头看住韩姑娘 虽然只是个仪式 但也是娶她了 礼毕 两位侧妃 由贴身侍女搀扶住 回到自己的房间 萧景波也跟住韩女孩身后 进了她的房间 看着坐在床上的韩姑娘 身穿浅红色洗服 头上盖着洗帕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就等着她来掀红盖头了 萧景波接过婢女手里的洗称 挑开洗帕 便看见韩姑娘身穿嫁衣的模样 略是粉呆的面颊 此时多了几分女人的妩媚 阿眼 你今天真好看 韩姑娘抬起头 只见身穿红色洗服的萧景波 格外的风神俊益 眉眼间皆是喜色 对了 还有合景酒 萧景波转身来到圆桌前 提起酒壶倒了两杯酒 继而来到韩姑娘面前 虽然顺势侧飞 在萧景波眼里 阿眼就是正飞 韩姑娘接过酒杯 与萧景波喝了合景酒 萧景波仰头一口饮进杯中酒 垂眸看住韩姑娘 一句一顿道 喝了合景酒 我们便是服气了 韩姑娘点点头 恩喝完合景酒 萧 紧 把拿走她手上的酒杯 放在桌上 随即转身来到床前坐下来 伸手便去解她的嫁衣 已经不是第一次解她衣裳 但这次是嫁衣 和脱普通衣裳 感觉是不一样的 脱完嫁衣 只剩下红色泻衣 萧景波顿时觉得 有些口前舌燥 韩姑娘瞧着萧景波的举动 微微勾起唇角 主动去解她的腰疯 她手脚利落 没一会功夫 便将萧景凡的衣裳给扒了 萧景波放下床慢 便抱着她躺在床上 此时另一间屋子里 林新生穿嫁衣 安静地坐在床上 等着萧景波来先盖头 贴身婢女翠萍走过来 有些愤愤不平 王爷已经去韩侧妃那里协助了 不管如何 王爷也应该过来掀了盖头 才是林新自己接了盖头 露出一张漂亮的 脸蛋 她叹了口气 王爷与韩侧妃相处这么久 感情自然是深一些 哪里是我能比的 夫人莫要有这种想法 夫人姿色可不比韩侧妃差 语 王爷相处这么久 心虚已经腻了 到时 王爷一定会注意到 夫人的脆评安慰到 希望如此吧 林新垂眸看住手里的红盖头 心里自然也是这样想的 阳春三月 却比平常冷上几分 沈初威抱着汤婆子 吃着新鲜出锅的肉粽子 六个月大的小白 体型已经很大了 苏苏坐在小白身上当马骑 看见沈初威在吃东西 起码在好玩 她也没了兴趣 苏苏利落地从小白身上下来 小跑过来 妈妈 我也要 沈初威低头看住女儿露出一脸蝉像 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为娘也不是小气的人 只能吃一点哦 沈初威将粽子 地道 女儿嘴边 结果苏苏两只小手抓着粽子便跑 沈初威 哪有和娘抢吃的女儿 苏苏抓着粽子跑到门口 一头撞进萧锦妍的怀里 好在萧锦妍扶得及时 才不让女儿摔倒 瞧着女儿手上的粽子 她眉头皱了皱 苏苏抬头看住萧锦妍 高兴地展开手臂要抱抱 乃生乃气地换到 父王 抱萧锦妍看住女儿两只黏糊糊的小手 将女儿推到一公尺远的 距离 吩咐到奶娘 带郡主下去洗手洗脸 被嫌弃的苏苏有些伤心 父王 抱 萧锦妍捏了捏她的小脸 带你洗钱进了 再抱 这时 奶娘走进来 牵着苏苏便往外走 苏苏一手牵着奶娘 一手抓着粽子 咬了一大口 来缓解她受伤的弱小心灵 小白抬头看了一眼 沈初威 最后还是跟住苏苏后面一起出去 自从雪团时长给苏苏带路跑出去后 沈初威就让雪团跟住逃逃 这样一来 苏苏想偷偷溜住出去 没了雪团带路 便跑不远 沈初威还是不敢相信 苏苏居然和我抢吃的 萧锦言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每次吃东西只给她吃一小口 她这次学聪明了 沈初威据理力争 臣妾不是怕她吃多了不消化吗 萧锦言发现 女儿是越来越像小九了 尤其是在吃的上面 只要有吃的 什么都好说 以后不要当住女儿的面吃东西 沈初威觉得有道理 下次偷偷地吃 殿下今日不忙吗 萧锦言道 本宫回来是有事要与你说 雪月国与风奇国 联手侵犯大厦边境 父皇想让本宫 亲自领兵出征几年 前雪月战败 一直不服输 其实暗地里一直想着 怎么一雪前耻 只是没想到雪月国 会不顾雪燕公主的安危 而勾结风奇国 想瓜分大厦 简直就是赤人说梦 沈初威文言争助 想到自己怀孕时 萧锦言领兵出征 小半年的时间 要分开半年 不就等于异地恋了吗 那殿下要去多久 萧锦言道 还不确定 可能半年左右 他也不想与小九分开这么久 但事关大厦安危 他不得不领兵出征 波沈初威大拉着脑袋 一想到要开始异地恋 他就不开心 萧锦波见他不开心 安抚道 本宫会尽快回来的 沈初威抬起头 看向萧锦言 想到上次回来 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不计气数 不由地开始担心 那殿下要注意安全 不能让自己受伤 萧锦言道 战场上 受伤在所难免 本宫答应你 会好好保护自己 沈初威不用想 就知道战争是多么残酷血腥 正因为 如此 他才会更担心萧锦言 确定领兵出征的日子 是在三日后 沈初威便开始准备急救物资 连压速柄前 他都准备了很多 急救药品 阿莫西林是必备的药 晚上躺在床上 沈初威还在想 有没有遗漏的东西 没收拾 萧锦言放下床慢 便抱起沈初威 与他耳并撕磨 要分开那么久 当然要趁着没走之前 好好恩爱一番 沈初威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了一件事 虽然军营没功力舒服 可相比 萧锦言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他一把抱住萧锦言 殿下 你带陈妾一起去吧